故宫博物院的研究馆员 周前老师为大家做这个学术讲座 讲座的题目是 故宫古建筑文化特征研究 大家欢迎 下面请允许我介绍今天为我们做报告的嘉宾 周前老师 故宫博物院的研究馆员 博物导师 然后周老师毕业于北京工业大学 和这个北方交通大学 然后呢本来是做这个抗震的 但是后来到了故宫研究院以后 他把这个抗震的这种工程技术研究 和整个故宫的文化特征的 这个提取和演绎 然后做了很好的结合 大家在百度上搜一下 就会有很多关于周前老师的这样一个介绍 告诉大家为什么这个故宫 这个大振不倒 然后故宫 只有非常非常有趣的解读 就这些解读的后面呢 不光文字优美 它其中更有着很多科学的规律 和科学的发现 周老师呢 就主要从事古建筑 馆藏文物的科学保护研究 现在呢也是中国科学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首都师范大学 北京联合大学等的兼职教授 周老师呢 还获得过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然后华夏建设科学技术奖一等奖 然后发表相关文章200余篇 专注十六部 主持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文化部的科技创新项目 北京市的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还有国务院的 这个故宫 博物院的这种课题等等 然后承担并且完成 故宫的古建筑力学评估 三十余项 获得国家授权专利六项 同时呢 也是这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同行评议专家 中国博士后基金的评审专家 是这个工程抗震与加固改造的编委 然后也是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 抗震专业委员会的委员 中国土木工程学会 防震减灾工程峰会的理事 然后呢 也是这个分别为这个建筑结构的学报 然后文物保护与 考古科学 湖南大学学报等等 期刊的特约审稿人和特约撰稿人 然后代表性著作有 故宫的建筑戏探 太和殿 故宫古建筑结构分析与保护等等 然后代表性的论文有 这个紫金城古建筑的传统抗争方法 紫金城太和殿的建筑艺术 周易思想对紫金城古建筑 营建的影响等等 今天就是特别荣幸 有机会能够听周老师的学术讲座 我也是基本上三年前第一次准备起后来读读 今天呢终于请来周老师 希望大家认真去听 然后在这个报告里面 不光有这个关于故宫古建筑文化特征的精彩解读 更有一个工科人对文化研究的这种思考和贡献 也有这个一个文化这个研究者对工科思维的这种接纳和采纳 所以呢 大家应该每个学科的同学 每个专业都能够从当中找到自己学习的方方面面 好 下面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有请周教授 多谢您的 我以为的 啊 要稍微静一点 好,首先,我是同一回来到咱们这个县大的音效机场,很高级,很荣幸也很感动,感谢何老师的圣邀。 好,其实刚才何老师对我如此的夸赞,我确实有点不好意思啊,说实话呢,就是,现在还是不大头。 好,另外呢,感谢这个佛老师和常老师,这么细心的能让我,是吧,能够站在这里,把自己在应对建设文化的研究呢。 另外呢,这个大家现在也做研究啊,是吧,这个也上课了一天,晚上再陪我唠唠,我也是很感动,谢谢啊。 我今天向大家汇报的内容呢,就是太平土建筑的文化特征。 这个呢,不一定按照这个提供的文化呢,它这个词呢,其实我在国家书书馆呢,做过一篇讲座。 我们讲科学文化于一篇的区别。今天晚上如果有时间的话呢,我会把这三点,他们之间的关系呢,与大家呢,分享下我的观点。 那么在今天晚上呢,我会跟大家分享到关于,啊,为什么紫禁城,选择在北京市的中心,啊,紫禁城古建筑在营建过程中,包含的古代的,丰富的,哲学的,色讲。 比如说,天人合一,啊,宗啊,阴阳啊,啊,等级,啊,色归啊,等等。 那么,我想插一句就是说,刚才所调来介绍到啊,其实我是个功课男。 学得下 zie historical research 呢,就和成老师就块这个在学校里三步的时候啊,做这个建筑结构方向政 book. 為什麼會有這麼一個過程呢 其實就如習大大所說的 就文物的保護我們說是吧 弘揚於傳承 東華優舊傳統文化 保護它是技術 文化它是講中國故事 所以不能光做技術男是吧佛老師 所以打點講好他的故事 這個也是網上的 天上的他們聽你的聲音很小 好嘞 好 所以呢 這回聲音可以了嗎 這個大家咱們在線的 也不白哭了直接進入主題吧 咱們在座的同學們老師們 是不是都去過過宮啊 沒有去過過宮的舉個手 咱們常常是沒去過是吧 但是我想說呢 還有幾位同學 我想說呢 一個就是歡迎大家來故宮做客 另外一個呢 故宮呢 它確實代表呢 我們說 中國不僅僅是古建築 是方方面面的傳統文化的精粹 我們看到的這個照片呢 我們看到的這個照片呢 是我們站在直接站在這個景山萬春亭上 看到武京城 又叫故宮的場景 那麼它當然有一個視覺的第一個感覺 我們叫逢墻黃沫 我想說呢 就是任何一個人 只要他路過故宮 他肯定會過目不忘 為什麼呢 這就直接與色彩的聯繫起來 黃色和紅色呢 屬於暖色調 黃色呢 它因為與土地的顏色呢 相同 或者說相近 因此呢 是中國歷代帝王 最為推崇的顏色 所以在故宮裡面呢 一般用於屋頂的瓦 代表帝王 紅色呢 我們說呢 它的波長 在紅塵黃綠青藍籽中呢 最長 所以呢 對人的施網膜的印象呢 我們說是最為深刻的 比如說我們過馬路 為什麼要紅燈呢 因為對我們這個視覺刺激呢 最強 所以呢 古人把紅色放在宮牆立柱 這些位置 為什麼呢 紅色它本來寓以陽剛赤熱 來寓以將軍護衛黃泉 所以呢 只要我們路過紫禁城 看到紅牆黃瓦 就知道呢 它是一座不一樣的宮殿建築群 這就是呢 古代的色彩文化 我這事呢 帶進來了啊 其實還沒講到這個 呃 那麼我們說呢 故宮博物院呢 它是一座博物館 對古宮的古建築 及廣傳文物呢 進行 維修 展覽 那麼 近代啊 就是近期啊 故宮博物院的主要展覽呢 有這個一帶一路考古合作展 啊 茶世界展 是吧 我們剛舉行一帶一路這個 啊 論壇 而且呢 故宮博物院舉行這個茶世界展覽的時候呢 我們國家第五十七個世界文化遺產啊 這個雲南景派山啊 通過了 是吧 那個地方呢 也是茶啊 那麼呢 這兩張照片呢 主要是向大家展示呢 故宮博物院的近期的活動啊 我們下面回到啊 講的第一個內容 為什麼啊 故宮的選址 為什麼 紫禁城的選址呢 選在北京市的中心啊 首先呢 大家要知道呢 啊 紫禁城 他的締造者呢 是永樂皇帝 啊 朱棣啊 那麼我簡單的捋一捋啊 啊 這個朱棣啊 遷都北京的想法啊 因為咱們在座的各位老師同學呢 啊 都和我的背景一樣啊 屬於庚客男 但是我在故宮裡邊呢 確實要啊 學習他的歷史和文化啊 大概意思呢 就是說我們說1368年 朱元璋召見明朝 他想把皇位傳給大兒子朱彪啊 朱彪呢 38歲呢就沒了啊 朱元璋呢 想把皇位呢 傳給他的孫子朱允文 朱允文上台之後呢 想滅掉他在各地當藩王的叔叔 其中他的四叔朱棣 在北京當燕王 朱棣呢 當然不會願意讓他的兒 讓他的兒 讓他的侄子滅掉 於是呢 找了一個藉口啊 我們叫做靖難 在南京呢 於 他的侄子呢 打了四年仗 而後呢 他的侄子呢 下落不明 陸地呢 在南京呢 我們說呢 奪權 但是呢 他在南京呢 我們碰到了若干問題 是他必須返回北京啊 一個呢 是呢 南京呢 都是朱允文的人 對朱棣的安全不利 第二個呢 朱棣呢 這個 十一歲 就在北京當燕王 在南京呢 是否不適應 第三個呢 我們說呢 在北京呢 當燕一大呢 有達子出沒 達子呢 我們說呢 是猛人 等等等等啊 使得呢 朱棣呢 想呢 從南京 遷都紫禁城 那麼 遷都北京 那麼 北京 紫禁城 他的地址 他的地理位置 有著他的優越性 比如說 紫禁城 他所處的地理位置呢 位於呢 西部的西山區域 北部呢 有軍都山 南邊呢 是大平原 什麼意思呢 他周邊呢 是山環繞 前面是空地 有山環繞的話呢 在軍事上呢 可以作為堡壘 敵人打不進來 大平地呢 有利於呢 建造呢 工程 地理位置的優越性 啊 而且呢 他在西南部 還有永定河 我們說呢 有水就有靈氣啊 那麼元代 一位文人叫做陶宗夷 啊 他寫了一本書 叫南城戳根路 裡邊呢 對北京的啊 地理環境呢 啊 這麼描述 叫左庸太行 右庸 右庸太行 左駐沧海 府中原 正南面啊 啊 等等等等 啊 說明呢 這個北京的地理位置呢 確實呢 很優越 啊 另外呢 中國呢 傳統的 中的觀念 這個理解 使得呢 諸定呢 從南京 願意呢 回到北京 啊 我們說呢 什麼是中呢 中 代表中央 中間 核心的意思 比如說 春秋啊 我們說這個這個 啊 秦國有一位丞相 叫做李不偉啊 他在李氏春秋裡面 提到一句話 叫做 古之王者 則國之 天下之中立國 則國之中立功 則公之中立廟 說明呢 中 代表中央 中間 核心的含義 那麼我們說 現在北京是 中軸線 在深移啊 那麼這個中軸線呢 是過中心點的 南北方向的 連線啊 啊 那麼關於為什麼說 是南北方向的 連線呢 啊 這與古代的 星象文化呢 密切相關 我們說呢 古人 無論在白天 還是在黑夜 是吧 他們如果 在迷路的時候 在黑夜 迷路的時候呢 啊 那麼天上 有一顆星星 永遠指著北方 有同學知道 這叫什麼星嗎 啊 北極星在古代 叫什麼星啊 同學們 啊 叫紫微星啊 那麼這個紫微星呢 是古代 古人認為的 玉皇大帝的居所 為什麼故宮 又叫祖金城啊 因為古人認為呢 浩漢的星空中呢 在正上方啊 有一顆 極為明亮的星 永遠指著北方 叫紫微星啊 那麼紫微星 對著的宮城呢 就是呢 皇帝的居所 所以呢 天上有紫微星 地上呢 有紫金城啊 那麼呢 但是因為 啊 這個我們說呢 啊 古人 在晚上迷路的時候 可以通過紫微星 或者北極星呢 找到北方 一來呢 可以呢 找到方向 在白天正午時分 正午時分 啊 如果迷路了 通過太陽 對大樹煙囪的投影呢 也可以啊 找到方位 南北方位 所以呢 先有南北 後有東西 咱們是建築大學 咱們同學們 我不知道 學過這個 建築測量啊 肯定要定方向啊 所以呢 南北方向呢 一般都是 過中心點的 南北方位呢 啊 我們稱為呢 中軸線的方位 啊 那麼我再擴展 西方的建築呢 它是以東七象 作為中軸線方向 為什麼呀 因為東西方的建築文化 和建築理念呢 完全不同啊 西方呢 它是次數於宗教信仰 西方人認為啊 人從出生到死亡 猶如太陽 東升西落 所以西方呢 以東西象為中軸線方向啊 啊 同時西方的建築材料啊 同學們知道嗎 西方的古代建築材料 是以什麼為主啊 食材 對啊 很多同學都知道啊 因為今年2月8號 突然其實發生兩次 這個大約是7.8幾度的地震吧 我還寫了一篇文章啊 在媒體上發表啊 包括這個今天跟程老師聊天的 2019年4月16日早上 我也是為什麼記得這麼清楚啊 因為巴黎三文院燒了 屋頂燒了 媒體跟我打電話 說福建這個巴黎三文院屋頂 有沒有意義 我說沒有任何意義 為什麼呀 因為你所謂的用傳統技術 是吧 你把這個八百年歷史的 這個巴黎四文院 福建屋頂出來了 沒有任何的文化 歷史文化論位啊 它的八百多年的歷史和文化 它的所有的這個遺跡都被燒掉了 看到的是一個軀殼呀 這個這些呢 都是反映這個西方建築 所以東方建築區別 巴黎三文院它是 我們說呢 木屋頂 磚石 這個牆體 而且呢 都以各特式的建築為主 什麼叫各特式啊 圓弧性的門 圓弧性的窗 尖尖的頂子 那麼呢 西方的建築的這個材料 的這個 剛才同學們答得很好 以實差為主 抗戰性能特別差 這個我可以再扣展一下 有同學說 周老師為什麼抗戰性能很差 實差不是很硬嗎 建築結構的抗戰性能 不是以建築材料本身的硬度 是這個石頭與石頭之間的 沙漿的連接強度 這個連接強度特別差 沒理解吧 真的就倒了 那麼為什麼西方 以實差為核心材料呢 因為還是宗教信仰 西方人認為 他們對耶穌的那種忠誠度 和實差那麼堅毅 所以他以實差為核心材料 東方不是 他側重於是人的這個移居 人的生物性 古建築我們說要保護好 為什麼他跟老人一樣啊 有生老病啊 生老病死啊 對不對啊 所以有的時候 我在審基金審這個論文的時候 有人說提出 用新材料來加護古建築 那就問題來了 對不對啊 我們說我們傳統的方法 是經過千百年論證的 你的新材料的有證據嗎 東方的建築是以木材 它強調的是 我們說呢 人的木材的生物性 那麼有點偏 我再掰回來 那麼周一裡面提到了 德中道也 居衛中也 衛正中也 這些話呢 都說明中國古代呢 它的這個建築的文化 這個文化 我現在就給大家講 因為我在補習館 給大家在國家補習館 也專門給這個觀眾們講過 文化 什麼是文化 文化 與科學 與迷信 有質的區別 首先 迷信是盲目的 無質的被動的信仰 大家能理解嗎 科學它必須是符合真理的 一種客觀的運行規律 文化它不是迷信 為什麼呢 它是一種主動的信仰 它是一種社會認知 這種社會認知 有利於促進社會道德的進步 馬上舉例子 文化它也和科學有區別 科學它必須符合真理 文化它不需要符合真理 我下面來隨便舉個例子 比如說我們春節要放鞭炮 貼春蓮 對不對啊 這個習俗有數千年的歷史了 它的根本起源是 古人認為在過年 在這個春節的時候啊 有一種怪獸 叫什麼 叫年 年呢它有兩怕 一它怕 是吧 二呢它怕紅色 所以呢 古人呢它通過放鞭炮的方式 來驅趕年 通過貼紅色的春蓮的方式呢 把年下跑 現在問題來了 我們不能死板上說沒有年這個怪獸 所以啊 放鞭炮貼春蓮是迷信 不能這麼說吧 放鞭炮貼春蓮是中國重要的非物質文化遺產 為什麼 因為它是一種社會的認知 正是因為我們通過這個方式 來表達在新德一年裡 合家穿聚 是吧 那種高興的心理 來表達對來年的一種美好的願望 所以它不需要符合真理 但是呢 我們知道它雖然不符合科學 但是它對於推動社會道德的進步的 有重要的作用 這就是文化 我可以說 故宮古建築的方方面面全部屬於文化 好 我們繼續來講這個 那麼呢 我們 這個我剛才又提到了 是吧 租帝為什麼要選址 或者說 紫禁城為什麼選在北京市的中心 古天象的優越性 其實我剛才給大家提到了 是吧 這個古人認為 這是古代心象學 浩瀚的星空中有玉皇他地 那古人還是這麼認為的 古人說啊 這個星空它是一個漏斗形 漏斗街是玉皇大帝的居所 是這麼回事 那就是紫微星 也叫呢 北極星 所以呢 皇帝的居所呢 在北極星對應的地面 那麼呢 它就叫紫禁城 古人認為呢 它有這個古代天象的優越性 那麼呢 北京呢 位於中國的東北部 東北部是古人認為的中的方圍 為什麼呢 因為清代有個官員姓黃 叫黃鼎 他說過一句話 在這個 謝謝啊 在管規基教裡面 這麼說過一句話 叫 北高南下 天體上下側旋 故以東北為中 北京位於中國中北 所以它就是中啊 這是古人的一個理解 那麼 紫禁城呢 位於北極市的中心 是吧 那這樣的話呢 適得呢 是吧 這個我們說紫禁城的選舉呢 選在北京的中心 它呢 符合天象 符合地理的這個條件 也來符合古人認為中的這個思想 而且呢 中軸縣呢 剛才呢 我提到了 是吧 它是這個 我們說東方文化的重要特色 為什麼呢 中 代表中央中間核心 中軸呢 是南北方位 是東方的文化特色 西方它以東西方向 為這個 為這個中軸縣方向啊 對不對 啊 那麼故宮的古建築的啊 啊 它確實呢 啊 包含著佛大金森的文化 那麼中軸縣的建築 要上太多了 是吧 我們說 咱們 我看剛才舉手的這個同學部 都說明大家都去過故宮 也歡迎大家以後繼續去故宮 我可以以我個人望 因為我講課也不定說很死板 PPT講啊 我呢 2003年呢 這個侯老師剛才也介紹了啊 秀氏畢業於北京工業大學 後呢 進攻之後呢 以在職的方式呢 完成了博士和博士後 而且我還做了兩期博士後 啊 那麼呢 我的感觸是什麼呢 剛我剛進單位的時候呢 我很自以為是 我說啊 我從學校出來 什麼理論都懂 後來我發現呢 啊 我太幼稚了 啊 恰好印了一句話 叫無智者無畏 啊 那麼故宮的東西呢 博大精深 我就想以古建築為例 因為我做古建築 開始呢 我是做古建築的安全評估的啊 實際上呢 這個我剛進單位的時候呢 參加了第一個工程 就是太和電大修 啊 而且呢很有意思 為什麼呢 因為我是2003年進攻啊 參加太和電大修 而太和電 2003年大修之前的啊 一次大修呢 是清康熙34年 1695年 也就是說呢 太和電在1695年 到2003年之前 之間呢 就沒大動過啊 所以呢 當我呢 這個爬上太和電的屋頂啊 踩著20厘米厚的灰的時候呢 這個會啊 滿品通都飛啊 我們領導還誇我 說小周你很你很幸運 你聞到了300年的會 實際上呢 我得告訴大家什麼呢 就是我們啊 進入故宮之後啊 這個工作呢 確實是要在一線去 然後呢 我的身份呢 這位侯老師剛才所提到的是吧 由學生到工程師到高級工程師 到研究員到學者到文化使者啊 那麼呢 到現在 我想呢 到今天呢 我工作20年了 我就敢想是什麼呢 故宮呢 他啊 非常的 我們說呢 博大今生 像一本啊 浩漢的詞典 它裡面的知識是學不完的 確實是啊 所以呢 我覺得自己很幸運 能夠到這座大寶庫中 去學習 去不斷地感受啊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 去不斷地學習新知識啊 這個我有 到底去了 現在我就回到這了啊 啊 那麼故宮的古建築 我們說中洲線上最重要的建築 比如說前朝三大殿 太和殿 中和殿 寶和殿 內天后三宮 前起宮 焦丹殿 昆京宮 是吧 這些都是故宮裡面最重要的建築 都在呢 中洲線上 都在中心的位置啊 說明的中的重要性 另外呢 這個 我不知道同學們 是不是知道 在元朝啊 我們今天故宮博人的位置 也有一座皇宮 是元代的皇宮 同學們知道嗎 啊 中國歷史上有一個不成文的規定 任何一個朝代 取代前朝的時候呢 都要滅前朝的王契 那麼滅前朝王契之一 就是一把火 把前朝的宮殿都燒了 我為什麼說這句話 因為呢 我們到現在為止 同學們 我不知道大家 這個做古建築研究的多不多啊 同學們 你們知道現在中國最早的建築 是什麼時候的 同代的 是吧 在這裡我給他來講一個 不好笑的笑話 啊 很不好笑 梁思成啊 為什麼要研究中國古建築 我們說呢 在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 啊 中國有一股呢 古建築研究熱草 研究的是西方的鑽石結構 哈哈 對於中國本身的木結構呢 研究的這個專家學者呢 寥寥無幾 這時候呢 有一個日本人叫伊東東他 他寫了一本書 叫什麼 叫中國古建築發展史 得出的結論是什麼 中國古建築 原於日本 為什麼 他說中國建築 沒有唐代建築 梁思成 因為這句話 我不在美國讀書了 帶著李慧英 騎著小貓驴 到處找唐代的建築 這說為什麼呢 因為戰爭與火災 在唐代以前的建築 都被燒掉了 就這個給大家解釋這個 後來的梁思成呢 在想像中 他看過一幅金黃壁畫 上面似乎是有五胎三佛光殿 佛光寺東大殿的這個建築造型 然後呢 跟著他的記憶呢 找到了佛光寺東大殿 這是一座唐代中期的建築 從而證明呢 中國古建築 原於中國 其實呢 在佛光寺的東大殿的前面 還有一座更早的唐代建築 叫什麼 叫南潭寺啊 他才是中國最早的 也是唐大的 這說明什麼呢 就是說這個 這個我們說呢 中國現成的建築呢 是吧 是唐代的建築 那麼他之前的建築呢 因為戰爭與火災毀掉了 類似的 我們說我們今天看到的過宮 是明清的皇宮 他是怎麼建立的 他是都地下令遷都 由南京遷都到北京之前 派一個小官叫做蕭雄 幹嘛呀 拆除位於今天故宮博物院的 元代的皇宮 這個蕭雄拆除 這個元代皇宮的時候呢 他寫了一本書 叫《故宮遺路》 我要買了一本 這個還有 那麼這個 他在這個書裡面呢 通過詳細的語言呢 描繪了元代皇宮的 輝皇的壯麗的場景 那麼我在這裡要說什麼呢 這個元代的皇宮呢 他的營建 為明代紫禁城的營建呢 打底子了 為什麼說打底子了呢 因為他選址啊 是吧 肯定要地區條件良好啊 肯定要拼成場地啊 對不對啊 他一般是把這個上面樓個拆了 他把地基給重做了 我不知道在座有沒有功課的 就是咱們學這個這個 學過這個地基基礎的 故宮的基礎是什麼基礎 我們叫滿噴紅基礎 什麼叫滿噴紅基礎 就是把他以前原來不知道什麼做的 就是元代的 都讓給挖掉了 然後呢 一層碎土 一層碎磚 一層灰土 一層碎磚 一層一層往上疊加 啊 那麼是地地道道的 滿噴紅這個基礎 人工處理基礎 啊 那麼網上說呢 過宮的基礎呢 是一塊玉的基礎 這個說法呢 是正確的啊 那麼劉的導遊說 過宮的這個地基礎法 是七上八下十五層磚 十五層磚 這個說法呢 是一種外行話啊 那麼這是一種下船 啊 所以我想說什麼呢 就是元代 他的皇宮呢 因為中國 歷史上朝代 更迭的特點 被火燒了 可能有同學說 周老師怎麼清朝 取代明朝的時候 沒燒掉這個明朝的皇宮啊 因為清朝分滿座的統治者 他們對漢國的文化特別重視啊 是吧 我們去公共參考 可以看到內瓶區域 大量的這個宮殿建築 它的點頭上是滿漢兩種文字 為什麼 因為清朝的統治者 他就尊重漢國文化 他不回漢國的這個建築 他只是在建築的點頭上呢 哎 加了一個這個滿文啊 本來是個馬哈姆三種文字 那麼裡面的這個故事呢 也太多了 是吧 所以呢 清朝對漢族的文化比較 比較尊重 這樣的話呢 哎 我們說我們看到了故宮的建築呢 沒被毀掉 但是呢 位於故宮伯爺元代的皇宮呢 被毀掉了 有沒有沒被毀的呢 有啊 比如說 位於西華文區的段虹橋 我不知道有沒有這個同學們 老師去過看過啊 以及呢 在武雲殿西邊的玉德堂 一座阿拉伯玉石 為什麼會一座阿拉伯玉石啊 很好理解啊 因為上個這個十二世紀 這個 我們打仗 把這個圓形 從這個土耳塞那邊 或者從波斯那邊 抓了一批工匠 抓都通過來了 他的孫子胡佩列 在建立元朝的時候呢 命令這個劉秉中 設計規劃元塔都 和元旦的工權 那麼這個設計師裡面 包含了波斯工匠 叫葉迪爾丁 葉迪爾丁 他是一個波斯人 所以呢他把 布爾基玉石呢 放到故宮裡面了 是吧 那麼這個 消息呢他沒有拆 這個我們以後有機會 再跟大家講 所以呢 元代故宮呢 是胡佩列這個 我們說呢 這個銀劍 是吧 那麼他呢 他呢 這個劉秉中 可能大家不知道劉秉中是誰 但是他有個徒弟 叫顾守勁 大家都知道吧 是吧 對這個元大都呢 進行這個 這個規復 啊 那麼元大都呢 這個我們前面提到的 一個人叫 叫這個 他的這個 叫什麼 南村錯根路裡面 其實也提到了 這個元代皇宮的這個 建築特點 其實呢 元代皇宮的建築特點呢 和今天的北京故宮呢 很相似 他也有城牆 四面也有角樓 啊 但是呢 我們前面提到了 中國歷代王朝 前朝的一個特點 就是呢 啊 這個蕭雄把元代皇宮 拆掉之後呢 啊 相當於把 在上面的 幹明大的皇宮 把明代的太和殿 啊 往南移 這叫搶陽 啊 這就是文化 陰陽文化 我們後面應該會講到 是吧 把元代的中國現在往西偏 為什麼呢 因為東為陽西為陰 南為陽北為陰 相當於呢 使這個元代方方面面啊 它的建築規劃 它的建築功能都屬於呢 因的這種呢 啊 我們說呢 說風水也好啊 啊 說這個我們說呢 啊 福利的這個環境也好 使得呢 啊 表達一種什麼願望呢 表達明朝的皇宮呢 比元朝呢 啊 更有生命力啊 啊 這樣一種理念 是吧 那麼這個呢 就是斷紅橋 現在呢 對外開放 大家可以看看 它是呢 元朝皇宮 啊 蕭荀在拆出元大皇宮的時候呢 沒有把它毀掉啊 啊 那麼這個斷紅橋有什麼特點呢 我們注意看啊 它上面有很多的石雕 這些石雕 比以石石子為例 啊 大家可以看清朝的石石子 它要么統一朝南 要么統一朝北 這個斷紅橋的石石子呢 什麼姿勢都有啊 為什麼 因為元朝的石雕工藝呢 是吧 很靈活啊 做得非常漂亮 另外呢 就是這個我們說呢 這個 這個 談到建築技術上啊 因為我講了一段 有時候我也拔散啊 但是也會很快收毀了 是吧 這個說 我們說 中國的古建築啊 它的科學的最高峰是什麼時候啊 啊 是宋朝 為什麼不是清朝啊 哎 前面提到這個 這個清朝的建橋一樣 清朝呢 因為官員的介入 使得很多建築的它的規定啊 帶有了主觀的性質 它不像這個宋朝的時候 那個李建 起營造法式 全都是古代紀念的 這個智慧的結晶啊 以後有機會給大家講 那麼這個 蕭雄插錯元朝皇宮的時候呢 寫了寫了這個故宮遺錄啊 那麼我就 這裡說了一句話 叫做 這個樓台電雨之美麗深邃 藍 這個藍坎鎖屏屏障之流輝 啊 原譜齊花 意惠風池之羅列 等等 說明了元代的皇宮 在今天的故宮伯願的位置呢 啊 在拆之前 也是非常壯觀的 非常漂亮 說的是這個意思啊 那麼呢 啊 左邊打把插什麼意思呢 就是元代的 言成格啊 這個呢 然後呢 在元代相當於元代的這個這個啊 後宮啊 用什麼取代呢 用錦山取代啊 那麼錦山的是什麼山呢 錦山是啊 1420年 都地下里迎見紫禁城之時啊 拆除元代皇宮的廢磚渣 以及挖護神河的泥 在紫禁城的北邊 堆了一座人工的前土山啊 他的最高的目的呢 是為了鎮壓元朝的王妻 我們叫做鎮山 在萬曆年間呢 取名叫做萬歲山 在順政年間呢 取名叫做錦山啊 他是這麼個來的 那麼這個錦山的位置呢 其實呢 就壓在了這個 我們說呢 元朝的啊 這個 言成格上啊 把元朝的這個 崇天門啊 啊 這個 相當於元朝的武門呢 把它啊 去掉 用泰河殿啊 取代 實際上呢 相當於呢 明朝的中途縣呢 往南移 我們前面提到了 是吧 把元朝的大明天 相當於元朝的這個 泰河殿呢 用明朝的後山宮來取代 所以呢 這個呢 這些行為呢 其實都是呢 我們說呢 紫禁城的一件過程中 英明元朝的王起 通過呢 把元朝的中途縣 往西羅啊 把元朝的這個建築呢 往北羅啊 怎麼樣往北羅呢 就是元就是明朝的攻略寶南 就是啊 搶南搶東啊 使得呢 啊 他屬於一洋的啊 啊 這種氣勢啊 那麼呢 這也是 朱定呢 選擇紫禁城的一個原因啊 那麼呢 風水呢 他也是啊 紫禁城啊 為什麼 朱定呢 要選北京市中心 作為紫禁城的一個重要原因 那麼風水呢 可能大家呢 我們說 咱們在座各位同學老師 都是這個建築方向的啊 風水很好理解啊 他也不是什麼迷信啊 我在國家圖書館也講過 做專門講風水的啊 他是一種呢 什麼呢 我們嚴格來說 風水屬於漢語學 是滿足建築使用者的環境 與地理設置 是吧 啊 那麼呢 他呢 有科學的成分 有迷信的成分啊 那麼對於紫禁城的營建的話呢 他選擇呢 太重要了 為什麼呢 啊 因為呢 但我們呢 不以觀察紫禁城的 他的畢律條件都非常好 因為元曹呢 啊 我們說呢 奠定了很好的基礎 另外呢 我國屬於呢 啊 亞烈的氣風氣候最為顯著的地帶 這什麼意思呢 就是我國的氣候特點 是夏天都刮南風 冬天都刮北風 我為什麼說這個呢 大家注意看仲州縣的建築啊 都是作為操拿 什麼叫作為操拿呢 就是他的門窗呢 都在南邊啊 他的北邊呢 中間過這個通道 兩邊都是牆給打開了啊 啊 那麼呢 為什麼這麼做呢 因為夏天熱的時候呢 南邊呢 刮南風把南邊的門窗打開啊 通風 冬天冷的時候呢 沒關係 為什麼呢 因為他兩邊都是想擋著 而且呢 紫禁城的北邊還有景山 也就是明朝的鎮山 在北邊呢 也相當於一個屏障 這些都是風水的影響啊 是吧 那麼呢 這個風水裡面 還有提到了這個水啊 一般來說我們稱為 背山滅水 它的北面是山 前面是水 是水 是吧 它為什麼要用水呢 當然它有它的古代形象裡面啊 古人認為啊 這個太閣門廣場的內心水殼 相當於天空中的銀河啊 所有的人員跨過內心水橋 進入太閣門的話呢 表示呢進入皇宮 猶如呢 從天界化過銀河呢 進入了一黃大地的居所 它有這個文化含義 但是實際上呢 它的這個風水的特殊內涵在於呢 它調節紫禁城的氣候啊 另外呢 是吧 這個 它對於紫禁城整體規劃的環境的融洽呢 起到了豐富的作用啊 這就是太閣門前的內心水河 那麼朱棣全職紫禁城呢 還有它主觀的思想 我們前面提到了 朱棣十一歲就在北京呢 當燕王 是吧 儘管他在南京奪權 滅掉了他的侄子呢 朱永文 但是呢 他在北 在南京呢 確實生活不適應 所以呢 他還是想呢 遷都 由南京遷都呢 北京 大家知道嗎 在南京也有姑姑姑 大家知道吧 只不過呢 因為這個南京姑姑呢 可以說是中世紀 世界上規模最大的宮殿建築區 因為歷朝歷代 保管不善 現在呢 只有遺址 比如說我們看到的 鳳天華蓋景勝殿 東西華門的這個牌子 這個叫什麼石碑 是吧 都沒有建築了 我們好像有一個這個 一個城堡還在啊 那麼它的這個內心水河也有 這都是保管不善 所以呢 我在這裡也回答一個問題啊 我也寫過文章啊 就是網上很多人在問啊 北京紫禁城的設計者是誰啊 我寫過一篇文章 那麼它的設計者呢 其實呢 叫做劉姬 為什麼 因為劉姬呢 他設計了南京故宮 北京故宮呢 是以南京故宮為模板翻建的 這個不知道大家知道嗎 就說北京故宮呢 殺的營建的很多工匠 是來自於南方的 所以呢 這些呢 都是形成了啊 為北京市中心 建造紫禁城的方方面面的原因啊 那麼這個PPT顯示的是禁難之一 禁難是什麼意思啊 就是遵守上天的意志 排除半難 這是誰提出來的 朱棣啊 朱棣為什麼提這個 他要造反 他要秘之子 要有借口 那怎麼來的呢 是朱棣派了一個人跑到武登山啊 這個人從在武登山的經典上呢 拜了一座神 這個同學說得很好啊 正武大帝 那麼這個人說啊 正武大帝呢 披肩散發 手持寶劍 極其威嚴 朱棣馬上有了靈感 說我是正武大帝呢 這個授予的啊 是吧 來啊 滅掉我的侄子 啊 這樣的話呢 我都全就是理所當然的 我的侄子呢 相當於是違反天命啊 這就是禁難之義啊 這個過程 那麼禁難之義和正和下西洋呢 其實呢 很好 這個這個故事其實很簡單啊 就是呢 當這個朱宇文啊 也就是建文帝啊 不知左宗的時候呢 出現了一個太監 七次下西洋啊 那麼在當時的歷史情況下呢 說認為是這個說去這個各國搞好關係啊 其實呢 不是 這個太監就是正和啊 他為什麼下西洋啊 他就是為了尋找朱宇文 為了尋找建文帝 有證據嗎 有證據啊 根據史料記載 他每次下西洋 是吧 他的這個都是 兩百多座戰艦 兩萬多個士兵 每座戰艦 都是今天航空母艦的規格呀 這是搞好關係嗎 在世界上各國 這明白是找人去了嗎 對不對啊 那麼猛人入侵呢 我前面也提過了 是吧 因為北京長城呢 有達子觸摸 達子就是猛人啊 造了邊境啊 所以這些組種的 我們說 中共傳統的中的觀念啊 是吧 元朝建立的基礎啊 朱棣呢 十一歲在北京當燕王啊 內蒙的這個在這個 北京長城一代的安全問題啊 等等等等 啊 使得呢 朱棣下令呢 是吧 在北京的中心 營建紫京城 這是我給大家講的 第一個知識點 大家可以看個視頻啊 這個是紫京城的營建 石材和木材來變 我先簡單的介紹一下啊 各位知道嗎 故宮引建的材料 什麼材料啊 金絲南 為什麼叫金絲啊 你同學知道嗎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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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的 不錯啊 這個 對上同學相當認真了啊 金絲是什麼 就是 楠木中的樹枝啊 在陽光下閃閃發光 啊 叫我金絲南木 那麼楠木有什麼特點啊 不怕蟲子 不怕遭秀 氣味芬芬芳 南木有一個正面的缺點是什麼 生長周期 三百年啊 我們今年去過宮參觀 看到大量的建築 是什麼材料呢 同學們 是松木啊 資金圈的最大破壞者 是誰啊 李自成啊 同工周年17年 農曆3月19日 是不是啊 那麼呢 李自成匆匆忙忙在 太和殿以西的200米的文殿登基啊 自成為建位 建位就是他自己認為他自己不是這種皇帝 是吧 然後呢 準備匆忙逃回他的老家 三北米子 那麼逃走之前 他的手下有個宰相 叫做牛金星啊 那麼牛金星跟他建議呢 說他得不到紫禁權 誰也得不到紫禁權 你沒收信嗎 於是呢 學霸王項羽一把火啊 燒掉了 包括太和殿在內 紫禁城百分之七十的建築 我們今天看到的故宮 是1644年農曆五月一日 波爾文從山岸端進京啊 1644年農曆十月一日 六歲的弗林在黃吉門登基 年號孫治啊 那麼在第二年呢 孫治皇帝把黃吉門改名為太和門 把我們說黃吉殿中吉殿 建基殿改名叫太和綜合保護殿 而後呢 逐步復建起來的 紫禁城的最大破壞者呢 是李自成 那麼包括我們今天去故宮參觀 看見太和殿寶座兩邊 六個直徑為一米的盤隆金柱啊 是吧 它的材料呢 是用松木拼起來的啊 那麼我為什麼說這些呢 啊 就是告訴大家呢 南部的生長周期呢 太長了 那麼紫禁城在初次營建 如果大家要洗手的 可以隨時去去洗手啊 那麼紫禁城在初次營建的時候呢 那是南部 那麼南部來的哪呢 啊我就隨便說了啊 湖南湖北雲南四川廣 廣西 貴州等深山老林地區 怎麼開產呢 啊 我們說呢 啊 叫什麼 一百萬個工匠啊 去開產南部 網上有人說 紫禁城是越南人蓋的 請問這句話對嗎 紫禁城是越南人蓋的 我想說呢 這句話有道理 為什麼 越南在這個明朝的時候 叫做礁止啊 是中國的一個附屬國啊 朱棣派人 營建紫禁城的時候沒有民工啊 從越南抓了八十萬個勞工啊 啊 那麼呢 這些工匠 趕到 我剛才說的這些地方的深山老林裡面 找到南部 在當時最大的南部直徑有一米 不能走 怎麼辦呢 等到第二年七月 山湖爆發的時候呢 把南部砍倒 推下山 漂到附近的河流 這些河流呢 全部通向金猴大運河 而後呢 通過什麼方式啊 同學們 水漂的方式啊 漂到北京 張家灣 超越碼頭 而後呢 用羅車 運到紫禁城工地啊 所以網上說 紫禁城是飄來的工程 這個說法是正確的啊 那麼這個 那麼這個 可能有同學說 周老師這個方法 方式合不合理啊 我告訴大家 太合理了啊 每個一里呢 都有官員之手 在根據這個史料記載的話呢 在明朝紫禁城迎接過程中 有11%的南部呢 不知所通 就是漂到這個地方不見了 但是還有89%的木材呢 通過這個方式 從各地的深山老林裡面呢 運到了紫禁城啊 一口給大家放一視頻 就是這個紫禁城木材的來源 那麼呢 故宮的古建築最怕什麼呀 怕火啊 所以呢 我在2003年 我工作了第一天 就當上消防員了 我們故宮所有的入住的信任 他繼續當消防員 故宮古建築呢 其實最怕火啊 所以呢 這個故宮的古建築呢 在歷史上呢 是吧 多次遭受火災 不過我現在啊 我的最深的感觸是呢 故宮到今天 603歲的歷史 實際上是一部火災 防火史啊 如果大家誰跟我聽懂這句話 那麼我們倆是心有利息點通啊 肯定是這個原因 他不怕地震啊 這個咱們也老是知道 我在2016年 這個英國人都找到我來了啊 他們跟美國的歷史卡路頻道 要TK東西方古建築的抗争性的區別啊 我就按他提的條件做 做到什麼程度呢 做到他們提出的10.1級地震 當時按照我的這個專業來計算的話 它的烈度至少超過11度 就是說在歷史上就沒有這麼大的強度 哎 古建築沒有任何問題啊 那麼我後來跟這個導演說了 故宮古建築了三派 大家的同學知道嗎 一怕火二怕什麼 猛子 三個怕什麼 刀刑 這個都能理解啊 畢竟咱們這個 是吧 那麼這是故宮的木材 食材呢 我也簡單地介紹一下啊 然後我要請大家欣賞一個這個這個視頻 故宮的食材呢 多以什麼為主啊 漢白玉 同學們答得很好啊 那麼這些漢白玉呢 源於北京西京西郊 房山的大石窝村啊 那麼這個地方呢 從元代就開始呢 給皇宮呢 供應這個我們說食材 漢白玉呢 它色澤的非常的厭 不是比較厭力的 就是溫潤啊 加工也很方便啊 那麼呢 房山大石窝村到 鎖金村呢 140里 那麼呢 它所開下的食材呢 體量一般很大 比如說 故宮裡面體量最大的石頭是什麼呢 物以寶荷殿後面的大石雕 長是六米七 寬三米後兩米 重金三百噸 是不是啊 那麼呢 它的這種運作方法是通過什麼方式呢 通過 在寒冷季節 用短的 樹的木頭 與橫的木頭呢 搭成框架 我們稱為漢團 放在地面上 然後呢 這個石頭呢 首先被開挖成一個山坡狀 推到這個漢船上 然後呢 這個 兩萬多個民工 兩千多頭鑼子 拉到這個石頭 怎麼走呢 走之前 也是每隔一里地呢 有專門的人 在地上挖井 取水 灑在路面上 讓他接兵 一步步呢 滑到 我們說呢 這個 滑到這個紫金城的工地 啊 那麼這些呢 都是他的這個 我們說呢 這個木材 這個來源 我們欣賞一下視頻啊 看不了是吧 那以後吧 好吧 啊 看一下也行啊 沒事 看不看了都沒關係啊 能看更好 看不得沒事 這都沒關係 這個 這跟我講的內容其實是一樣的啊 那麼說這些的話呢 我們說呢 紫金城的話呢 在 永樂十八年 就 營建了 那麼這個 我還寫過一篇文章啊 就是關於紫金城營建過程中出現的很多著名的歷史人物 其中最有真意的一個人呢 叫做寬祥啊 大家聽過這個名字嗎 啊 這個網上傳言說紫金城是寬祥設計的 這個說法是錯誤啊 為什麼呢 寬祥呢 他是這個啊 我們說今天這個江蘇省蘇州市一個一個村是吧 還是一個縣 叫做香山 和北京的香山呢 是吧 名字一樣啊 他是一個木匠 那麼紫金城完工的時候呢 這個款項呢 只有二十歲 或者十九歲 所以呢 他並不是紫金城的設計者 這個我在一篇文章中呢 說得很清楚 因為網上有這個傳言 啊 那麼紫金城呢 這個我們說呢 他的總指揮呢 應該叫做 成歸 啊 他是在紫金城完工的前一年呢 死於八十五歲高齡 他有著名的歷史人物 比如說 啊 這個瓦工陽青 啊 石工露獎啊 啊 這個是吧 等等等等啊 呃 我想說的這些是什麼呢 就是紫金城他的營建呢 是諸多工匠 智慧的 啊 結晶 啊 那麼這是我給大家講的 匯報的第一點啊 這個沒關係 今天晚上就是 到點咱們就撤好吧 就是講 能講多少我講多少 嗯 嗯 那麼下面我們講呢 啊 故宮的文化 我們前面提到了文化呢 是吧 它是一種社會的認知啊 是吧 它可以促進了這個社會道德的進步啊 那麼什麼是天人合一 我們說說簡單點 就是呢 古代呢生產力比較落後啊 古人認為包括建築營建在內的種種行為 能夠呢達到呢 是吧 與古人認為他的天相相混合啊 啊 這是呢 一種變人合一的理解方式啊 所謂天是指宇宙空間啊 這個表現出來的自然規律啊 那麼人是人的行為啊 這是天人合一啊 那麼其中還有一個這個中間的我們稱為呢 地啊 主要是指呢自然界的萬事萬物 我們啊 從不同的角度來理解呢 古人所要啊 宣傳的天人合一的理念 那為什麼天人合一呢 古人認為呢 啊 這個啊 國家的啊 我們說安定也好 是吧 平安也好 都離不開上天的護佑 所以呢 他們的包括建築這個營建修穿在內的種種行為呢 要符合天神的理念啊 好 我們來看建築佈局 這個我簡單給大家講一下啊 同學們知道嗎 姑姑呢他分為前朝三大殿 知道吧 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 他什麼地方啊 他是皇帝呢 啊 我們說呢 舉行國家重要儀式的場所 啊 還有呢 內庭後三宮 啊 以及東西六宮 是呢 皇帝和皇后的生活區 這個知道吧 啊 那麼還有一種區 尤其在明代 特別明顯 就是為東華門以東 啊 到故宮的神武門啊 啊 這一段 在明朝呢叫做內室 內室是什麼 是明朝的皇家市場 好 為什麼講這些呢 為了講天然合一 古人認為 後半的星空中呢 有三大區域 啊 這個區域用什麼字表示呢 用院 啊 古地旁一個那個 類似於登字啊 用院表示 院表示邊界 他們叫做呢 紫維院 大維院 和天室院 紫維院呢 位於天體的鎮中 是玉皇大帝的居所 啊 啊 那麼 大維院呢 位於紫維院的啊 啊 南邊 是玉皇大帝的辦公場所 天室院呢 位於紫維院的東邊 是天宮中的自由市場 啊 我為什麼講這些呢 紫維城的布局 完全有差對應 為什麼呢 紫維新的東邊 是吧 是這個 是這個天室院 那麼呢 啊 這個 內廷後三宮的東邊 啊 是不是東化門區域啊 啊 東化門區域在明朝 什麼內室啊 湖南市場啊 是吧 紫維院的這個南邊呢 是太維院 是玉皇大帝 啊 處理 這個公墓的場所 那麼內廷後三宮的南邊 是什麼啊 是前朝三大殿啊 啊 所以呢 啊 在心象上呢 對應 啊 而且呢 太維院對於明陶三星 那麼呢 這個 紫維城前朝呢 對應三大殿 是吧 太維院呢 有逐步上升的三座星座 那麼三大殿呢 也有呢 三三台積啊 太維院呢 他有五門左夜門右夜門 哎 那麼這個我們說紫維城 他也有對應的五門左夜門 右夜門啊 啊 那麼 納格門南邊有這個內激水河 我們前面提到了 而天空中有銀河啊 也是完成對應的 這就是天人合一啊 是吧 啊 那麼呢 還有一個特別重要的啊 在這裡講的比較 講的 這個不細緻 其實我在一本書叫 《故宮建築細探》 啊 我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本書 講到了這個 啊 縱俄縣與北斗七星的關係 啊 那麼北斗七星呢 這個因為咱們同學們呢 還是跟我這個 學術背景一樣 都是功課啊 是吧 呃 在中國的傳統文化中呢 北斗七星呢 特別重要 為什麼呢 因為玉皇大帝呢 坐著北斗車來巡游天界 啊 斗秉指的方向呢 是玉皇大帝的巡游方向 那麼故宮中軸縣啊 他也有北斗七星 斗秉是中和殿啊 千安殿和啊 啊 焦塌殿的連線 這是千安殿 這是焦塌殿 這是鑄亨殿的連線 那麼斗韶呢 是我們有四個缺庭 他四個缺庭 他有保頂 保頂的連線啊 啊 那麼為什麼要這麼連接呢 啊 他就表示呢 啊 北斗七星 位於紫禁城的重頭縣上 與天空中的帝王之星呢 不完全對應啊 來 玉印呢 皇帝呢 遇有最高無上的權力 和玉皇大帝一樣 能夠呢 駕馭呢 打帝啊 這個呢 是古人的心象的一種認識 啊 我們來看啊 這是明代一幅廢話 那麼明代呢 我們上它有四個缺庭 每個缺庭上有一個保頂 保頂的連線呢 就是北斗七星呢 他的這個啊 我們說呢 勺啊 是吧 斗勺 那麼這個 朵柄呢 是綜合店保頂啊 交叉店保頂 以及呢 天店保頂的連線 指著北方啊 那麼呢 這個呢 也是天然合一在 建築佈局上的體現 那麼在佈局之上呢 還有一種體現 就是呢 故宮的四個大門 我們知道 古人這個 我前面提到了 古人認為浩瀚的新宮中呢 是吧 有三大區域 然後呢 浩瀚的新宮中呢 還有四個方位 啊 東西南北 每個方位呢 啊 都有一顆 都有一個神靈來護 來護用 那麼這個神靈是怎麼形成呢 是由七個新秀 組成的一種神靈圖圖圖圖 那麼新秀就是星座 那麼這七個星座 你說這個這個圖圖 在東西南北 啊 更成為神魔 有同學知道嗎 叫左 左青龍 左青龍 右白虎 南珠雀 北玄武 啊 古人認為呢 後患的新宮中呢 有四大神獸 啊 後衛星空 所以呢 紫丁城的規劃 他也是 與左青龍 右白虎 南珠雀 北玄武呢 對應 而且是 完全對應 首先 我們說 南珠雀 珠雀是什麼 我以前認為是鳳凰 不是 是古人信奉的一種神 啊 這種神呢 像太陽鳥啊 與太陽密切相關 那麼武門 他的啊 武樓 與燕翅樓呢 啊 這個平面形狀 就像一隻太陽鳥 哎 形狀上 對應了 那麼 我們叫南珠雀 北玄武 故宮的北門 叫什麼門 同學們 有同學知道嗎 叫神武門 對不對 那麼神武門 在明朝來叫玄武門 因為康熙的名字叫玄葉 必會改 才改為神武門 現在我問一個問題 什麼叫玄武 有同學知道嗎 你知道說不 你對這個陰陽文化研究的特別神頭 哎呦 同學們都很懂啊 我來解釋一下啊 玄武呢 是龜蛇一體的神獸 可能有同學不知道為什麼要龜蛇纏繞 啊 因為古人認為呢 烏龜他沒有雄性啊 蛇他沒有雌性 但是呢啊 這個 龜蛇纏繞呢 代表呢 此雄合一 但是在這裡呢 他並不表示神職 他表示什麼 不是 陰陽交替 表示陰陽交替 啊 黑夜下去 白天起來啊 為什麼呢 因為古人認為呢 太陽出生在這個海平面上 海平面在什麼方面呢 古人又認為在北方 所以呢 北方呢 我們說玄冥神獸 是不是啊 啊 就是呢 通過龜蛇一起的這個這個造型呢 來表示這是一種陰陽交替的現象 這種陰陽交替不是神職 是表示呢 白天與黑夜的交替啊 那是北玄武啊 那麼隨著這個 這個時代的這個歷史的發展呢 後來這個玄武專門是指政務 啊 開始是貴族產老為替 後來專門是指政務大帝了 那麼左青龍有嗎 有啊 啊 左就是東邊啊 啊 那麼故宮東華門啊 啊 他的東邊 我們說呢 在明清時期啊 今天的啊 東四這一帶 不是東四 東丹這一帶啊 天安門以東的東丹這一帶 有一座門樓 叫做長安左門 長安左門呢 在1952年被拆除了 他的俗稱就叫青龍門 為什麼這麼說呢 啊 因為呢這個門呢 啊 在古代 我們說呢 帝氏皇帝要宣布呢 啊 啊 狀元榜眼探花 宣布啊 之後啊 這個啊 電視的榜的榜單呢 要貼在這個長安左門的裡面 一個棚子裡面 所以呢 凡是啊 取得很好成績的考生呢 是吧 那麼他們的人生呢 猶如鯉魚賣龍門 所以呢 長安左門呢 在歷史上就是青龍門 類似的啊 西瓜文以西啊 在今天的西丹這一帶啊 有一座門樓 叫做長安右門 1952年被拆了 啊 那麼這個長安右門呢 他又叫白虎門 為什麼呢 明清時期皇帝會在秋天親自審核全國的死刑案件 啊 認為有疑問的 全部發回重審 必須啊 執行死刑的 全部呢 秋後問長 所以呢 那些秋後問長的人 都是啊 我們認為呢 入虎口 叫九死一生入虎口 所以呢 長安右門呢 又叫白虎門 啊 哎 從建築平面上呢 是吧 四項 七龍白虎中學玄武呢 與故宮的建築平面呢 也對上了 天然合一啊 啊 東方門七龍 白虎玄武啊 啊 那麼造型上也有啊 是吧 啊 這個叫 赤門啊 咱們應該有研究古建築的啊 啊 赤門它是個龍頭狀態中施物 位於屋頂最高最高點 是吧 象征了對天的景仰之情啊 對上天的曾經啊 啊 那麼呢 啊 屋底上 有五幾六壽啊 五幾六壽這個詞呢 嗯 其實這間代語啊 啊 它主要源於老舍的四個同堂啊 啊 那麼神像呢 是指屋檐各部位的神獸啊 啊 這裡呢我想批批向某 某媒體啊 我們說第一個是這個 仙人奇鳳造型是吧 後來後面是各種神獸 那麼我們說有的片子呢 拍的不合適 也不能查查史料 也不自行專家 說這個仙人奇鳳造型是 江子牙的小舅子 秦女王的化身 有同學知道嗎 嗯 看網路從網上 這都不對的 為什麼 我們去看這個佛光福東大殿 它根本就沒有形成奇鳳造型啊 對不對啊 這個什麼唐大沒有啊 那麼營造法式是宋朝的 營造法式明確提出來 這個叫什麼 叫佳麟平家呀 佳麟平家是什麼 佳麟平家是佛教中的妙醫鳥 他源於佛教 啊 在宋朝的時候才放上去的 那麼這個妙醫鳥是幹嘛用的 是在佛讀獎金的時候 飛來飛去 這個就是我們通過史料 是吧 來證明呢 你看這個網上有些傳言 包括有的鞭子拍的時候是吧 還是要考證 啊 這隨便舉個例子啊 什麼叫凡宇啊 啊 這個是一種劍的做法 這個有麥姐同學 我看都說出來的很好啊 這個劍如不嚴 它兩段五聲翹 為什麼叫凡宇表 凡宇表示對這個 當天的仰慕 為什麼 天為陽 地為陰 什麼是陽 什麼是陰啊 陽就是凸的 淺的 澳的 南的 東的 那麼陰呢 啊就是厚的 凹的 暗的 是吧 這個啊 等等等等啊 女的 右的啊 這些都是陰陽 那麼陰陽呢 是中國古代哲學的重要理念 我後面應該是有 所以呢 但是呢 故宮的古建築呢 它都是呢 中間第一兩邊高 它在建築數據上 我們稱為 這個叫什麼 升起啊 升起呢 在清代就被取消了 很少啊 主要是 壽 唐 比較明顯 但是呢 它這種無言起俏的方式呢 從 古代的 建築文化角度來講的話呢 它是表達了 對上天那種仰慕之心 但是呢 我可以告訴大家 它包含著無窮的科學哲理 啊不是 科學道理 同學們你們知道嗎 故宮屋檐的 起俏的這個角度啊 啊 是冬至日太陽的照射角 啊 約為27度 什麼意思呢 就冬天12點的時候呢 太陽光呢 可以 打這個光線 可以與這個污面呢 相切 那麼為什麼這麼相切啊 相切的話 可以打到這裡邊啊 能理解嗎 打到這裡面 裡面就暖和 為什麼故宮的古建 變成洞來下臉啊 古代的智慧啊 那它是怎麼拿的 它是算出來的嗎 不是 它是無至四經驗 建築經驗中 總結出來的 啊 所以呢 在文化的過程中呢 我給大家帶一帶來 建築科學啊 所以呢 反映呢 其實是一種採光的科學措施 啊 那麼這個 什麼叫 這些都是旺柱 什麼叫旺柱啊 建築籃桿 台地上 是吧 藍板與藍板之間的短柱 我們叫做旺柱 汪州人可以雲龍門雲鳳門 為什麼用雲來表示啊 給人以升天之感啊 對不對啊 啊 那麼皇帝 太和殿是皇帝舉行國家 重要一次的場所 電視裡說 太和殿是皇帝上朝的地方 這個這個說法對嗎 同學們 不對啊 為什麼 因為明大的皇帝在太和門上朝 天大的皇帝在前傾門上朝 皇帝為什麼在廊子上朝 因為古人認為啊 皇帝的執政要接受上天的監督 我們叫玉門聽政 他必須在廊子裡 這樣上天才能聽得見 他如果在大殿裡面是不行的 太和殿呢 他是什麼 他是皇帝舉行國家重要儀式 比如說皇帝登基 皇帝大婚皇帝顧生日 我們叫做萬壽節 這些重要的時候呢 才開門 平時基本上都是關門的 他是明清時期國家的面子 叫什麼 門面 他是吧 開不開沒關係 交他算 就表示這個國家還在 國家的形象 所以呢 皇帝在太和殿前 取行重要儀式的時候 還有二十四個相濡 雲煙燎繞 皇帝感覺自己呢 是跟上天呢 跟天神呢 融為一體 這也是一種天人合一的表現了 所以玉門門也是 是吧 那麼太和殿前的這個賀 賀的道家的聖物 寓意呢 這個說明有千年 是不是啊 這也是一種天人合一的表現 啊 那麼呢 這個是日軌 我們說一寸光一一寸金 就是指這個日軌 日軌 這個日軌包含了很多科學道理 我也寫過一篇文章 啊 這個日軌的原理很好理解啊 是吧 這個波動於這個北 那這個緯度呢 是吧 我們說呢 江湖的時候呢 上面徹底的他跟真 太陽呢 一千是吧 他從早到晚 到到上面的時候呢 通過這個 中生西路的變化呢 他這個真的這個 在這個 這個鬼面上的頭影啊 會發生變化 可以判斷時間啊 這是在啊 這個春天和夏天 那麼秋天和冬天呢 是吧 太陽呢 這個高度角比較低 打在打在他的反面啊 這個有點深度啊 我推了一些公式 關於這個啊 那麼天人地方的造型的話 也是天的合一表現 為什麼古人那個天為陽 地為陰啊 不是天為陽 地為陰啊 天圓為陽 方為陰 所以呢 這個 是吧 千秋庭 他呢就是呢 天圓地方的造型啊 他的這個 平面是這個 都邊形 他其實是露幹的正方形 清層的 實際上還是天然合一的 這個形式啊 那麼剛才呢 這個我講到了陰陽啊 這個也是講到哪兒 天哪兒 其實我很想說什麼呢 就是我們有的時候 去一些公園去 是吧 去休閒 我們會注意到廁所 我們說男若女幼 這是文化 同學們 為什麼難做女啊 因為男為陽 女為陰 左為陽 右為陰 所以必須是難做女的吧 聽懂了嗎 同學們 這都是文化啊 所以其他的 比如說建築的空間 是吧 前朝三八战的空間呢 比如太和戰的空間 開闊 為陽 是吧 便於這個 皇帝呢 是吧 他執政的時候呢 既能觀天象 又能接替器 那麼呢 內平區域 比如說楚秀宮 他的建築空間 比較寒聚 為陰 為什麼這個 比較小呢 因為皇帝 要在裡面休息啊 後飛又在裡面休息啊 要保護皇帝的 後飛的隱私啊 是不是啊 那麼陰陽 啊 那麼還有陽樹 陰樹 陽樹就13579啊 陰樹2468呀 啊 那麼我們再解釋一下啊 民間傳言 共有9999間半的房屋 請問這個說法對嗎 啊 不對啊 這個我來解釋一下啊 之所以用9999半啊 因為他包含一個成語 叫做95克尊 95克尊 是皇帝專用的意思啊 那麼呢 9999間半 表示呢 這個 工具店建築權為皇帝專用 那麼公公道路有多少間房呢 我告訴大家 根據史料記載 明朝時是8000多間 清朝是2萬多間 那麼在1987左右的話呢 這個我們公公伯任同時 統治統計了有8000多間 那麼2012年 我們老院長 善基祥上任後的第一個月呢 數了數公公伯任的房屋 是9371間 我在講學的時候呢 說的是這個數字 那麼還在變嗎 還在變 什麼叫一間房呢 四根立柱圍城的空間 成為一間房 大陸去公公參觀 看到所有的景情 都是一間房 為什麼呢 它四個立柱圍城的空間 成為一間房 這就是一間房的概念 那麼公公伯任 從子晶天的營建 到現在 它的房屋數量不斷地在變 在歷史上是因為戰爭與火災 在現在因為保護 是吧 以前因為建築 它進行這個恢復啊 修繩啊 所以呢 它的數量不斷地在變 一個固定的數 啊 那麼建築的秘密上 又天然合一啊 日金門 月華門 對吧等等啊 那麼這些呢 都是表示呢 古代在生成歷 比較落後的情況下 古代帝王通過建築的造型 因為布局 秘密是吧 它的方位等等元素 來達到呢 是吧 他們的各種行為 能夠呢 得到上天的忽悠的 這種心理啊 這些呢 我們不能說是迷信 只能說是文化 為什麼 因為他們有著 我們了解歷史 對吧 啊 那麼中的文化呢 這個前面已經提到了 中是什麼 中央中間核心 我們前面在這個講 女士全球的時候提到了 這個 呂布韦在 女士全球的時候提到了 古之王者則天下最中立國 國之中立功 公之中立廟 中代表中央代表核心 代表呢 最重要的位置 啊 所以呢 這個啊 中呢 在紫禁城裡面也顯得 特別重要 啊 位於中流線 我們前面提到了南北方向 過中西點的連線 那麼呢 前朝三大殿後 內廷後三宮呢 是吧 都是呢 位於中央線上 啊 那麼 我前面看 剛才TPT體現了這個 這個叫什麼 古字型的平面 這個可以給大家簡單的理語 啊 它叫武秦 什麼叫武秦啊 武秦 是古人對宇宙運秦的 啊 要素的一種認識 古人認為啊 因為古代身材力比較落後 所以呢 古人呢 把乳宙運行的規律呢 用簡單的用五種要素來表示 叫做什麼 同學們 哎 同學們答對了啊 金木水火土 而且呢 古人認為呢 不同的要素呢 代表一個方位 那麼木代表 東方 土代表中央 水代表北方 火代表南方 那麼金代表 對 那麼為什麼這麼說呢 這就解釋了金水河的名字的來源 金水河啊 啊 那麼表示這個水呢 源於西方 源於哪呢 源於故宮的西北角 那麼故宮西北角的水源於哪啊 源於北京西郊玉城山啊 這就是內金水河 這個這個 金的含有來源 而且呢 啊 再進行擴展是吧 故宮有內金水河和外金水河 為什麼非問內外金水河 因為金水河 它是元朝劉秉宗啊 他們歸掛元大都的時候開挖的 到了明朝的時候進行改道啊 因為開往南海 我們說今天中南海的南海 又看挖了一條河 穿過天安門啊 不是 在天安門的前面 有天安門批行 那麼這點火叫外金水河 那麼進入故宮裡面的河人 叫內金水河 他們啊 在故宮的內金水河 從動畫門出宮之後 於天安門外的外金水河又會合 啊 然後呢 最後成將呢 我們說的 峰會合啊 這個呢就是五行啊 五方 那麼五色呢 就是古人又認為 金木水河中又以不同的顏色所對應 是吧 比如說木魚青色對應 土人又黃色對應 土人又黃色對應 是吧 這個火人又紅色對應 血魚黑色對應 啊 那麼金呢 與白色對應啊 那麼從中的角度來講的話呢 這個我們說呢 啊 位於頓中間的部位的房子 它的尺寸呢最大啊 比如說太和殿 是吧 我們說太和殿呢 現在是面寬十一間啊 近深五間 什麼是面寬呢 面寬是指長度方向 近深呢 它是指寬度方向啊 啊 那麼這個一間房呢 我們前面提到了 四根立柱圍成的空間成為一間房 那麼從例外上講的話呢 兩個立柱之間 那麼很好記啊 中國古建築一般是對稱的 所以呢 中間它不變啊 一邊五間各為十一間 那麼怎麼叫呢 中間叫做民間 是吧 然後對稱走 四間 按道理應該是燒間燒間燒間 那麼有的說啊 民間 次間燒間 墨間近間啊 都可以都可以理解 那麼我要說的重點呢 從中 中央中間的核心 這個角度來講的話呢 位於民間的房屋 它的尺寸是最大啊 就這個大家可以看 就能看出來是吧 體量是最大的啊 那麼太和殿呢 這個面寬為十一間 我簡單的 李玉玲啊 因為我寫過一本書 就叫太和殿的 就叫太和殿啊 呃 在這裡再給大家 也是 講講太和殿 背成的命運 我們同學們來到故宮參觀 看到的是非常雄偉壯觀的 太和殿啊 看到呢 雄偉壯觀的太和殿啊 位於紫禁城的 西位啊 是吧 那麼呢 帶大家感嘆於它的壯觀 宏偉之餘啊 可能沒有幾個人知道啊 或者說呢 很少人知道 我們今天看到的太和殿 是明朝太和殿的二分之一 同學們你們知道嗎 啊 而且呢 他歷經過五次火戰 這是第五次啊 這個復見的結果啊 而且呢啊 他是我們看到的面寬十一間 近身五間 要知道呢 太和殿在明朝初見的時候呢 啊 是面寬九間 近身五間 啊 那麼呢 我在這裡呢 簡單插一插 太和殿的豐富 有滄桑的歷史 啊 那麼 這個豐富和滄桑的歷史呢 還是呢 變相的回答了 我的剛才的一個問題 就是呢 紫禁城其實是一部火災於防火史 我們以太和殿為例 進行呢 說明啊 那麼太和殿呢 是明永樂十八年 1420年完工的 啊 當時呢 他叫奉殿殿 而且呢 他是呢 面寬九間 近身五間 啊 為什麼是面寬九間 近身五間呢 因為呢 他寓一呢 九五四尊 他的尺寸是多少呢 長九十米 寬四十五米 有人有同學說 周老師你怎麼知道的 啊 我說話是有證據的啊 我剛才說的是白話文 那麼實際上是怎麼說的呢 明家境十六里面 家境黃境呢 因為太和殿被火燒了 順次大臣是說的 太和殿啊 家境黃境給太和殿改名 以後給他來講啊 在首次出現的時候 是長三十丈 寬十五丈 這個尺寸就是長九十米 寬四十五米 今天的太和殿是多少 好像六十四米 寬三十六米 他的面積恰好是 明朝初見的二分之一 好 我來簡單地理理 太和殿 桑桑的歷史 那麼 太和殿1420年完工的時候呢 叫做奉天殿 那麼呢 他的命運呢 很不好 第二年 農曆的四月 也就是1421年的四月 奉天殿呢 被雷批了 而且呢 被雷批的 還不是他一座殿 是奉天 華蓋 景深殿 三座殿 也就是太和殿和寶和殿 三大殿 一塊被雷批了 那麼關於這個被雷批呢 明史呢 有比較豐富的記載 我是從一個外國人的書上 看到的 什麼書呢 《沙哈魯前史中國記》 叫《沙哈魯前史中國記》 那麼這本書講的是什麼呢 這本書 它的作者是一個波斯史臣 叫做蓋耶穌丁 那麼他幹什麼呢 1419年 紫禁城快要完工了 永樂皇帝呢 向世界各國呢 發情點 發情點 幹嘛呢 世界各國的朋友們 你們來我們北京 參加紫禁城的營建典禮 那麼 波斯國王呢 就派蓋耶穌丁呢 當紫禅 來到北京 參加紫禁城的營建典禮 蓋耶穌丁呢 還在北京待了將近一年的時間 那麼 他在書中回憶 1421年的5月9日 大概是農曆的4月中左右 一天晚上 一座閃電 擊中了皇宮中的一座堡頂 我分析了一下 肯定是中和電 當時叫 這個 華蓋電 燒死了很多的男人和女人 這是三大電的第一次火災 沒有人注意到其中的安全隱患 防火隱患 那麼20年後呢 三大電呢 第一次復健 宇安齒存復健 沒有任何人把他當回事 好 問題來了 明 嘉靖36年 三大電第二次被圍批了 而且一塊被圍批了 那時候有七星的大船發現了 什麼問題啊 奉天電 華蓋電 與景深電 體量呢 都是今天的 太和電 中和電 寶和電的一倍 而且呢 奉天電與華蓋電的間距只有10米 華蓋電與景深電的間距呢 也只有10米 這個距離 是不符合今天的建築方法規範的 所以呢 同學們要攜手的 可以去攜手啊 因為這個 啊 我也很能理解啊 大家今天白論就學一天啊 是吧 咱們還得老師上一天課 感謝大家啊 這個 大家如果困了給你打瞌睡 對啊 因為我在別的地方講課 我都有一個觀點啊 你在這幾個打瞌睡 打瞌睡 你在下幾個不就認真了 不對 都一樣的 都一樣的 所以大家這樣 我都很高興 只要你開聽就好 那麼有細心的大船呢 就突然發現呢 是吧 怎麼三大殿 一塊被燒了 啊 所以呢 它們提出來 有大神提出來啊 在第二次復鑽的時候呢 要對三大殿來提起措施 建築拉大 這時候呢 大神嚴松 站出來了啊 他對家政皇帝說啊 皇帝 不能做 家政皇帝說為什麼不能做事啊 嚴松說花錢 為什麼呢 因為你三大殿進行復鑽的時候呢 其量縮小 這個作品質啊 要挪位子 有些剩下的木料呢 要改小 這樣的話呢 花錢太多 於是呢 家政皇帝呢 考慮了一下呢 還是呢 啊 原子 原尺分附件 而且呢 家政皇帝為了去會氣 把 把奉田殿 改名 叫做黃級殿 把華蓋殿 改名叫中級殿 把景深殿 改名呢 叫艦基殿 剛改完名 02025年 三大殿第三次造作了一批 一塊被毀了 啊 這時候呢 公布尚書 徐凤祥站出來了 啊 他找到了天啟皇帝啊 要求呢 三大殿 必須縮持 怎麼說呢 啊 中級殿不動 原樣 縮移 多找一半啊 黃級殿 往南挪二十米 縮持一半 這個建基殿 往北挪二十米 縮持一半 那麼呢 啊 這個天啟皇帝 就是我們說的木工皇帝 在這七年幹什麼事呢 福建三大殿啊 幹這麼幾件事 也就是說呢 我們今天看到的 三大殿的建築的尺寸 起行 就是三大殿第三次 福建後的樣子 啊 這第三次 還沒完啊 為什麼呢 泰克店的命運很悲慘 歷史的車輪呢 往前走 就是我們前面提到的 崇禎十七年 農曆三月十九日呢 啊 我們說呢 李自成呢 在逃走 回他的老家 三百米之前呢 燒掉了 包括黃級殿 在內紫禁城 百分之七十的建築 那麼 順治 入關之後呢 把黃級殿呢 改名為泰克店 把中級殿 改名為中和殿 把建築殿呢 改名為寶和殿 那麼改名的時間呢 是順治二年 啊 歷史的車輪呢 繼續往前走 啊 那麼我要說明的是什麼呢 因為三大殿 在第三次福建的時候呢 縮持了 所以呢 李自成放火燒掉了 泰克店和中和殿 寶和殿 沒燒著 啊 那麼歷史的車輪繼續往前走 走到了什麼時候呢 清 剛熙十八年 去農曆十二日初三 啊 啊 那麼呢 泰克店呢遭受第五次火災 根據史料記載啊 啊 這天 六個燒火的太監呢 在玉山房用火不慎 玉山房在哪呢 在故宮的西北角 離泰克店差了七百年 這都不影響泰克店著火啊 啊 根據史料記載呢 這個火呢 由玉山房開始燒啊 啊 順著北風呢 往南刮 穿過了後右門 霸過了前線門廣場 再穿過呢 後左門啊 啊 這個這個 中右門 然後呢 沿著太盒店的西斜廊拐了個彎 直奔太盒店 燒掉了包括太盒店站內 紫禁城啊 這個燒掉了包括太盒店站內的39度建築 當年呢還遇到特大地震 任急呢為8.0級 正中呢為今天的河北三河 北京的錦谷一帶 史料記載呢 當時是北京的城內黑水四溢 死傷萬人 強緣倒塌無數 康熙皇帝下令射兵全國所有的犯人 但是呢 這六個太监呢 全部這一絞心 這是太盒店 第五次火災 燒掉了太盒店 沒燒著綜合店和寶店 為什麼呢 體量縮小 建築拉大 由十米變成三十米 那麼防火建築呢 我算一下是二十米 所以呢到不著啊 這是清康熙十八年 十七年之後 清康熙三十四年 一六九五年 太盒店呢 第五次復建 清康熙三十六年七月 就是一六九七年的七月 太盒店第五次復建完工 就是我們今天看到的這個樣子 那麼為什麼 太盒店由九間變成了十一間呢 其實呢我在剛才呢 已經變相回答了大家 太盒店呢 在初次營造營建的時候呢 是藍木 在第五次復建的時候呢 已經沒有藍木了 為什麼呢 因為藍木有個致命的缺點 生長周期呢 三百年 在紫禁城數百年 蒼桑的歷史中呢 多次使用藍木 使得在太盒店 第五次復建的時候呢 沒有大尺寸的藍木 儘管康熙呢 下令在全國 征集藍木 沒有用 那麼 當時的工程的負責人 叫做梁九 他跟康熙皇帝提建議 把九間打為十一間 這樣的話呢 小尺寸的藍木呢 用得上 而且呢 我們可以看到太盒店兩邊呢 它是強體 要知道呢 在康熙十八年的火災之前呢 他的兩邊呢 是邪狼 這是我這個呢 簡單的 講到講呢 太盒店的滄桑歷史 那麼這個歷史呢 實際上呢 與這個 故宮古建築的火災 與防火呢 密切相關的 那麼我們再回到中 中的話呢 這個寶座 位於呢 民建的陣中 民建呢 是陣中的那間房 很多的藏房呢 是藻井 什麼是藻井呢 啊 位於古人認為的啊 某些弓箭 一會我解釋 為什麼是某些弓箭 這影棚上面 有四邊形 像八角形 像圓形 成神往上奧 下面伸出一個龍頭啊 龍頭呢 下面掉了個大圓球 大圓球 周邊有六個小圓球啊 那麼這個整體的裝飾物呢 叫做藻井 藻井在漢代就有了 它主要是為了滅火的 為什麼呢 因為在漢代生成力很落後啊 古人認為 與水相關的水深植物啊 與水底相關造型一樣的啊 類似於井的形狀的 它都能可以防止火在發生啊 我們稱為正物啊 那麼在故宮里面 早期呢 它除了有啊 我們說防火的意圖呢 還有呢 寓意皇帝的正統性 比如說大的這個圓球呢 和六個小圓球呢 我們稱為弦緣鏡 古人認為呢 弦緣鏡呢 可以識別真假皇帝 保證上面如果做的是假皇帝的話呢 這個弦緣鏡呢 可以掉下來砸死這個假皇帝 實際上 血液鏡的材料是什麼 同學們你們知道嗎 是玻璃啊 很新 所以呢 歷史上有兩個人不敢在太和殿登基 大家能猜說是哪兩個人啊 同學們很聰明啊 呃 袁世凱和這個 李自成 他們倆都認為自己不是正宗的這個片子 尤其是袁世凱 是吧 我們說呢 孫中山呢 這個發動西漢革命 推翻了親身部統治 建立了中華民國 袁世凱呢 剽竊西漢革命國師 想造一個紅仙帝國啊 然後呢 通過呢 通過呢 極端惡劣的方式 怎麼惡劣方式呢 我們說呢 趙紅仙帝國要投票啊 他找了500個人來投票 帝國全票通過啊 然後呢 他把太和殿呢 啊 進行改名 改名叫什麼呢 叫陳韻殿 把太和殿的瓦呢 刷成了紅色啊 把太和殿的寶座呢 扔掉 做了一個西式大沙發啊 而且呢 把太和 把這個 還設計了這個國徽啊 這個國徽的設計者呢 有同學知道嗎 是誰設計的嗎 袁世凱的國徽 紅仙帝國的國徽 是魯巨設計 袁世凱呢 在登基的時候呢 他害怕這個 高頂上的這個秀蘭芹 扎著他 偷偷摸摸把寶座往後 偷摸了三個啊 那個印子現在還在啊 這個呢 這都是與糟景相關的啊 那麼位於屋頂鎮中呢 他都有呢 什麼寶匣啊 這個是故宮古建築的文化 鎮化的文化 什麼叫寶匣呢 位於故宮古建築鎮脊的鎮中 什麼是鎮脊啊 什麼是脊啊 脊啊 脊是兩面 是屋的兩面坡的交線 前後坡呢 叫做鎮脊 左右坡叫什麼 斜脊 或者槍脊 前坡和這個側坡呢 我們叫做鎮脊啊 那麼鎮脊呢 就是前後坡的雕線 他的鎮中呢 啊 故宮古建築 至少呢 我看到的 所有的啊 但他要完工的時候呢 工人呢 會放一個盒子 放進去 這個盒子裡面呢 有五種金屬 五種寶石 五種中藥 五種絲綢 是吧 二十四枚銅銜 我們稱為鎮 啊 放在裡面 幹嘛呢 來 期盼 這座建築呢 消災氣血 穩固長久 啊 那麼放的位置呢 位於屋底的鎮中 啊 中的重要性 那麼任何建築呢 是吧 他的啊 民間地面的鎮中呢 都有一塊過門石 也放在鎮中 說明中的重要性 那麼 公公裡面重要宮殿廣場 鎮中有一條 漢馬玉鋪成的路 叫什麼啊 同學們 叫玉路 玉什麼意思啊 皇帝專用的意思啊 皇帝活著的時候呢 走的是玉路 死的時候走得到什麼 啊 沒關係 叫神道啊 咱們去十三陵啊 青東七七陵啊 是吧 他的這個 我們說他的這個 臨起殿前呢 也有條這個漢馬玉鋪的路 叫做神道啊 兩邊呢 還有石像聲 是吧 各種這個官員的造型啊 這個獸的造型啊 啊 這都是文化啊 這是泰國殿廣場 預錄 他也位於鎮中 是吧 那麼位於我們鎮中呢 他的這個門洞 是最大的啊 只有皇帝啊 能夠從我們鎮中的門洞路過 另外呢 金毛七明的狀元 也可以從我們鎮中的門洞通過 說明中的重要性啊 我們做個小節啊 中呢 是封建王朝治國的理字文化啊 他呢 啊 代表中央中間核心 是中國啊 建築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陰陽呢 剛才呢 我給大家也講了啊 這個都沒關係 我們啊 陽是什麼呢 就是亮的 兔的 前的 藍的 東的 左的啊 是吧 古人認為那麽是吧 他是一個陰陽的統一體啊 啊 那麼陰呢 就是暗的厚的凹的是吧 女的幼的啊 啊 還有呢 這個柔的是吧 強的就是髒的啊 這呢 都是一個古人認為的對立統一體 那麼 故宮的建築佈局呢 完全是陰陽相容啊 一種呢 文化的交流啊 比如說前朝三大殿 體量呢 我們稱為呢 陽 內庭建築呢 是吧 體量呢 狹小 我們稱為陰啊 內庭的開闊 我們稱為陽 是吧 啊 皇帝不是在太和戀班 我們講過了 是吧啊 內庭建築呢 他的這個 是吧 空間呢 比較含蓄 為什麼要含蓄呢 因為要保護呢 皇帝獲費的隱私 我們稱為呢 陰啊 那麼陰和陽之間呢 他有一個廣場 繼續分割 啊 我們叫做呢 前清門廣場 俗稱呢 死金天接啊 啊 那麼呢 這個 同學們要洗手的話呢 可以去洗手啊 我們搞平上課下課啊 我們來看一下 故宮的平原故事啊 他其實呢 啊 也是啊 陰和陽的合一 為什麼呢 前床三大殿呢 他像一個損頭啊 內庭後三公呢 他像呢 一個矛口 什麼是尋寶呢 其實我就是功課拿專門搞個建築的啊 沒關係 我先來給大家講一下 尋寶呢 是啊 故宮古建築的啊 木結構 聯繫的主要方式啊 是中國古建築的啊 這個 木結構的聯繫方式 我為什麼要加一個中國啊 啊 同學們可能沒有印象 但是我印象深刻 為什麼 因為媒體找到我來了 新華社找到我來了 2020年3月 你們知道嗎 韓國人聖遺說 尋寶是韓國人發病 我當時沒爆粗口 但是呢 我後來還是很委婉地解釋了一下 是吧 韓國其實歷史很短啊 我國最早尋寶在什麼時候出現啊 最近七十年代 七十年代 浙江漁亩度 是吧 叫什麼這個漁 叫什麼 我忘了叫什麼這個 這個遺址啊 澀江啊 那麼呢 這個筍 是兩個相連的構建 其中一個構建的伸出一截 我們叫做筍頭 毛呢 是兩個相連的構建的啊 另外一個構建的 挖個口子 我們叫做 毛口 古宮古建築的筍毛太豐富了 是吧 子筍 厚筍 燕尾筍 蠻頭筍 骨頭筍 骨頭筍 瓜角筍 他的這個筍毛 馬西村 是早到二十個 對不對啊 哎 那麼故宮的皮面呢 他的前朝三大殿 威陽 就是一個筍頭的形狀啊 往前突出來啊 他的類提後三公 一東西六公呢 是毛口的形狀 一陰啊 所以呢 他其實就是一個陰陽的謎 那麼建築方法 我們前面提到了 東為陽 西為陰 是不是啊 那麼從這個生活去也是 是吧 東呢他是皇子生活的場所 其實我剛才講五行的時候呢 已經點齊了 點了一下 為什麼呢 因為東邊是太陽升起的地方 啊 故宮東邊呢 屋頂呢 我的顏色是綠色 為什麼呢 因為呢 從五行講呢 東為木 木為青色 青色其實與綠色相近 所以呢 皇子呢 社會的區域呢 在東邊 育於草木的分長 類似的 不在後社會的區域呢 比如說 獸狂宮 斯林宮 是吧 都在故宮的西邊 為什麼 西邊呢 他在季節上呢 與秋天 秋天是什麼季節啊 成熟的季節 成熟的季節說明什麼了 人生的圓嘛 所以呢 太后呢 在西邊 皇子在東邊 東邊為春天 西邊為秋天 南邊為什麼 夏天 為什麼 五門紅紅的城樓啊 遇陽剛吃了夏天啊 那麼北邊遇什麼 冬天 為什麼 西安殿是吧 道教中的水神 政武大帝 是吧 那麼呢 這個 他與這個 我們說的水 與這個冬天呢 還是有這個聯繫的 這是故宮的東邊 我就在故宮的南山所 在東邊呢 皇子生活區的辦公啊 他的馬是綠色的 西邊是吧 皇這個太后 楊老的場所啊 那麼造型上 我的前衛提到了 是吧 天為陽地為陰 元為陽 方為陰 天原地方 這個是大高玄殿的 一座這個建築啊 那麼建築夠到這 因為我就是建築結構專業的 是吧 這個木材呢 是故宮古建築的核性材料 它是柔性材料啊 是吧 那麼它的地基是石頭的 我們稱柱頂石啊 所以硬度比較大 所以剛柔相近 柔為陰 剛為陽 陰陽呢 也交合 是不是啊 那麼故宮古建築的抗陣基底 其實就是以柔克剛 飼料活性的 以後有機會 我們講這個 講的故宮古建築這個 它這個科學太豐富了啊 還有那故宮古建築的色調 我們在後面如果有時間 給大家講啊 同學們可能沒有注意啊 故宮古建築的色彩運用很巧妙 很聰明 為什麼呢 色彩有紅色黃與西藍 灰黑等 其中呢 紅色與黃色呢 屬於暖色調 白色呢 屬於中間色調 那麼我們所看到的紅墻黃網 位於屋頂和宮墻上 和立柱上 都屬於暖色調 寓意呢 黃泉 以及呢 護衛黃泉 那麼冷色調在哪呢 同學們 墓延下面 左骨和方大位置 為什麼用來這點同學們 因為這個位置太陽照不到啊 對不對啊 代表陰柔之美 還用在哪啊 用在室內的頂童上 為什麼用在室內的頂童上 因為呢 室內的頂童呢 可以給人的視野呢 擴大空間的這種感覺 那麼等級最低的是什麼 是黑色 所以地面是黑色的呀 等級最低 灰色呢 塵墻是灰色的 寓意防禦 那麼中間色是什麼 是白色 所以用台積 連接地面 與建築 這個呢 布公 它的建築色彩是有等級的 從高到低是 黃 紅 青 我們說呢 藍 白 黑 通過這種方式來營建 紫星城的單體 和它的建築整體 這個呢 我就一塊給講了 變成色彩 大家注意看 是吧 它在神的頂童 為什麼是用冷色調啊 綠色和青色就是冷色調啊 冷色調呢 它有利於神的視覺呢 它擴大它的視覺空間 是吧 那麼從建築圖騰上講的話呢 龍為陽 奉為陰 龍予以皇帝 奉予以皇后 其實這個說法呢 是宋朝之後 啊 才有的 我寫過一本書 叫做《故宮古見神獸無話》啊 為什麼這麼說呢 鳳啊 在宋朝以前 是指男性 同學們很辛苦啊 我看同學們都在和索 是不是 學了一天了 是吧 這個大家注意休想 這個都能理解 因為我也是從學生這個月能過來的啊 就隨便舉一個例子啊 在這個宋朝之前呢 龍呢 他是 奉他是指男性啊 為什麼呢 我們以孔子為例啊 有一個人呢 他被孔子的這個執政理念啊 治國理念呢 有意見啊 要 所以呢 根據這個 世紀倫語中有這麼幾句話 叫奉希奉希何德之災 說孔子孔子 你有什麼品德呀 一個人罵孔子 孔子把孔子就比作鳳凰啊 對不對 這舉例子啊 那麼呢 就是說 建築圖圖裡面的原則上 我們說龍為陽 鳳為陰 是吧 啊 那麼建築數字上 橫展的話呢 13579為陽 2468為陰 是吧 那麼呢 這個 那麼呢 後二宮和東西六宮 這些都是數字的這個 巧妙的運用 啊 那麼故宮呢 東六宮呢 還有一座這個 沒有蠻宮的建築 啊 這個簡單的履歷 給大家講一講啊 同學們知道這個建築吧 叫做 啊 叫做林昭宣 他的前身呢 就叫 閻喜宮啊 因為2018年有個電視啊 我不知道在座各位 是本書上研究生是吧 這個 那個時候你想想想到現在 都有多少年了 都有五年了 叫做閻喜攻略啊 閻喜攻略這個片子 我們說呢 不管是真是假 啊 但是他發生的這個故事呢 啊 是吧 就是在這個啊 閻喜宮裡面 那麼閻喜宮呢 我們今天看到的閻喜宮呢 是這樣的 啊 啊 啊 這個開玩笑 那麼我會講 這怎麼定位呢 是中國 正在 歷史文物建築中 東西方建築融合的免範 為什麼會是正在 啊 1840年以前這個時代 1840年1940年呢 特別近代 1940年之後呢 甚至現代 那麼我點了 這代表的啊 建築文化 建築科學 建築材料 中西方融合的免範啊 啊 那麼閻喜宮呢 啊 位於故宮東六宮之一 是一座不非用的 這個 這個 傳統的四合院 建築啊 啊 那麼這個地方呢 被古人認為是風水不好啊 啊 這個風水我們說 在這裡的是不準確的啊 也可以說樂器跑 老治著火啊 啊 那麼 咸豐五年之後 著火之後的話呢 這個地方呢 就是一片廢墟 啊 這個叫什麼 你知道嗎 這個叫燙漾 燙漾呢 是清朝啊 啊 我們說皇家設計院 我們稱為樣式房啊 啊 專門的工匠啊 啊 在皇帝需要營建 或者修繕一座建築之前呢 啊 用啊 竹籤 是吧 泥巴啊 啊 等呢 做成了一個模型啊 啊 那麼在上面呢 標注尺寸 標注工藝和做法 我把它繼承為古代的三地打印啊 我們今天也看了侯老師 三地打印的這個 啊 雲崗師傅太太精美了啊 向侯老師學習啊 那麼呢 這個呢 皇帝呢 會 根據啊 工匠做的湯樣 來說 門 改在這兒 窗戶刷那個顏色 那麼工匠們改完之後 皇帝說OK了 那麼呢 工匠們 才會呢 依據道理湯樣 來對建築技能施工 那麼這個呢 是延禧工的湯樣 但是呢 沒有成形 一九零八年的時候呢 太監小德章跟羅一皇太武器建立呢 這個地方 是一間廢墟 為了防火啊 我們可以模仿西方的建築樣式啊 採用西方的工資杠啊 與 鑽石的混合結構 來蓋一座呢 大火的建築 那麼呢 羅一皇之后 以為 林高居然 俗稱的 複賓工 那麼 工廠呢 啊 他是 從俄國 馬來 了啊 工匠當不斷 俗血度 啊 還有呢 林曼里斯多 啊 還有呢 這個 各自的 房間的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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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呢 有 我們說呢 啊 這個 畢東海植物 叫什麼呢 叫 一種西方的 啊 啊 西式風格 但是呢 人們有大量的 中國的建築設施 比如說 他的牆上啊 有武丹 有梅花 對不對 就知道 他在那裡有 修一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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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在建築上呢 使用這個 修一座 啊 反倒是建築的 穩固藏酒的 古人的一種 沒什麼願望 那麼1908年開始 他說 19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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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聽說 老師我們能不能用這個 當時這個材料 啊 皇祖材料 給它復健 不覺得可以嗎 不行啊 為什麼呢 這是打仗文物保護的荒子呢 是吧 變相的拿現代材料來掩蓋啊 文物的一些呢 歷史文化的信息 是一種破壞 他的信息呢 和你給人家的信息一樣 是忘了不能的 我們對他最好的保護呢 是防止他的風化 繼續啊 這個我們說呢 烈化 就是呢 使他呢 保持現狀啊 對原位的保護信息是一樣的啊 這個呢 隨便講完下啊 冷宫的話呢 太文科了 以後給大家講吧 這是個故事啊 這是東西六宮啊 那麼紫禁城中最重要的七座宮殿呢 這個我們也提到了 與北極性的關係 九十最大的陽樹啊 紫禁城九千九百九十九千半的房屋 這個我跟同學們講 它並不是呢 啊 已有這麼多啊 只不過表示呢 這是皇帝專用 而且呢 它很多 類似的說法呢 啊 還有什麼呢 啊 故宮的角樓有九梁十八度七十二級 同學們聽過嗎 故宮角樓呢 是故宮 也是北京的地雕啊 啊 這個 這個 殺生豹的時候呢 也是人不少 在2021年4月殺生豹的時候呢 我的一個同事 他把殺生豹的那角樓 既然上我北京的熱搜啊 那角樓確實很好看啊 啊 那麼關於角樓 民間傳染九張十八度七十二級呢 我還在人民日報 在光明日報都寫過文章啊 都是錯誤的啊 但是呢 為什麼要用九和九的倍數 來使用幾多的物體數量呢 因為九是最大的陽數 表示多啊 所以呢 九兩十八度七十二級來使用角樓齊上 表示這個建築呢很複雜 並不是他真有這個九兩十八度七十二級啊 哎這是我的博士論文的一個實驗啊 專門做過這個中國古建築一兩尾省經 給他創建建的一家庭方法 這就是一間房啊 這不標準 最好的一間房就是景平 四個力度的空間成為一間房啊 那麼我為 這裡一個建築叫文元閣 為什麼我把它放出來 因為這個有人認為啊 包括網上有人提出呢 文元閣呢 他有半間房啊 這個說法是錯誤的 因為在古建築領域呢 沒有半間房一說啊 那麼九九九九五呢 就是我剛才解釋的 就是我們說呢 帝王專用的含義啊 那麼九呢 是最大的陽數 表示呢 數字多啊 是吧 那麼朵骨呢 簡單的介紹一下 位於柱頂之上 屋簾之下 由呢 方形的做斗 長方形的骨和鞘呢 由上往下呢 層層疊加起來 像一個個倒立的三角形 斗骨呢 是中國的啊 極具特色的古建築的 構造之一 它不僅呢 是啊 美學的啊 我們說呢 典型代表 也是中國古建築呢 力學的啊 一種呢 啊 表現形式啊 那麼有一位建築學家呢 他認為呢 斗骨呢 是吧 從這個我們說 漢代有到送到 到奉朝呢 出現這個 一角的頂峰呢 到七朝呢 只有裝飾作業呢 啊 那麼這個說法是錯誤的啊 這個呢 我對故宮太和店 斗骨做了一年的抗震試驗 太和店是清淡的啊 是吧 抗震性的非常好 啊 英國人給我找麻煩 是吧 我們做了故宮古建築抵抗 10.1級地震 那麼這個10.1級 也不是我說的 是英國導演說的啊 那麼我他的真正的科學說法 是故宮古建築抵抗 極端烈度地震試驗 那麼這個清淡建築呢 斗骨在這個極端烈度地震 作業下的話呢 啊 他的這個我們說呢 啊 也沒有受到什麼破壞 啊 那麼斗骨呢 在清淡之後呢 真的有很好的抗震性能 那麼還有這個9 是吧 屋頂的數量最多的是9個啊 太和店是10個啊 這個以後有機會給大家講 9爐地 來足以說明呢 這個建築的這個我們說呢 啊 這個啊 龍的數量通過9 表示多之多的含義啊 九良十八路七十二節呢 剛才我已經講過了 通過九一九的背數呢 表示他的物質之多啊 那麼呢 陰陽裡面呢還有呢 陰術和陽術啊 那麼門丁也是 是吧 我們說故宮的這個大門都有門丁 啊 那麼門丁是什麼呢 佛羅說呢 這個大門 我們稱為石塔門 是吧 這個石塔門是一塊塊木板的 拼起來的 這樣這個木板之間呢 都要有這個穿帶去連 那麼為了防這個穿帶脫落 所以呢 要用厚的釘子呢 把這個穿帶與門板相連 或者釘子呢 為了防止他在空氣中呢 繡蝕 在外面加了個炮頭 成為門丁啊 門丁呢 也是啊 在故宮裡面呢 一般都是九行九列 比如五門太后門 都是九行九列啊 前妻門 故宮裡面的啊 都是九行九列啊 那麼故宮以外的話呢 這個這是門丁的這個 我們看呢 這個就是穿帶嘛 他為了拉接這個 我們說呢 這個門板啊 所以呢 要用的門丁來進行拉接啊 那麼門丁呢 起使用的垃圾功能 以及呢 裝飾功能一體啊 這是門丁的樣子 那麼門丁呢 也是用到的數字九 九行九列啊 那麼呢 門丁呢 有等級啊 故宮裡面呢 是九行九列 那麼七毛呢 是九行七列 七毛呢 是吧 那麼俊王是七行七列 貝裂的是七行五列 是吧 貝裂的是七行五列 那麼俊王是七行七列 貝裂的是七行五列 普通廟門的是五行五列 啊 他是啊 有等級的啊 這也是故宮古建築的文化之一啊 以等級的這個地檢 而且呢 是以二為地檢 後來我查了史料二代的話呢 他主要是漢代呢 以二為禮結束啊 比如說 公王府呢 是啊 重九橫七啊 是吧 這個重九橫七啊 那麼呢 比故宮的要少啊 低檢 體現了建築的等級性 聚王府呢 重七橫七 又少兩個啊 是吧 這個貝裂府呢 重七橫五 嗯 那麼呢 普通廟門呢 是重五橫五啊 那麼呢 這個等級呢 也是故宮建築文化的啊 重要組成部分啊 那麼故宮的門丁呢 他有因素的啊 比如說夜門和動畫門啊 都是呢 有八啊 這個呢 他屬於風水 嗯 這也可以給大家講一講吧 啊 這個我們說呢 故宮的門丁呢 都是九橫九裂 但是呢故宮呢 東畫門的門丁啊 他是九橫八裂 這個網上呢 傳言的話呢 說東畫門的門丁九橫八裂 因為東畫門呢 他是古代的皇帝 架奔之後呢 他的棺材 要從東畫門出宮啊 停在這個景觀 隱山獸皇殿上啊 所以呢 這東畫門呢 因為是皇帝的棺材出宮的 所以唯一因素 這個說法是錯誤的啊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去青東零七七零七七 去十三零啊 可以看到呢 這些臨寢的必定的功能呢 也是九橫九裂啊 那麼東畫門的門丁 為什麼是九橫八裂呢 他其實呢 是我剛才沒有講到的 一個知識點啊 大家可能感興趣 也可能不感興趣 叫五行相生相克啊 我簡單來理一理 所謂五行相生相克 就是呢 金木水河土 這五種元素中 古人認為 某兩種元素呢 相叫會彼此生長啊 初期生長 我們稱為相生 另外某兩種元素呢 為何呢 會彼此抵銷啊 最簡單的一個問題就是 太和殿廣場不種樹 同學們在網上看過這個問題嗎 為什麼太和殿廣場不種樹 是不是因為黃刺客呢 啊 不是啊 為什麼說太和殿廣場不種樹 不是為了黃刺客 因為故宮的玉花園裡面都是樹啊 那麼玉花園就不要黃刺客嗎 對不對 我們從五行相克的角度來理解 啊 太和殿廣場呢 位於五行中的土啊 啊 要樹啊 啊 那麼呢 木他刻土 是吧 所以呢 一旦中樹的話呢 他就會刻土 那麼刻土呢 就會威脅黃泉啊 所以太和殿廣場不種樹 那麼玉花園為於故宮的北邊 為什麼玉花園種樹呢 因為水生木啊 啊 北屬於水啊 對不對啊 北邊種樹的話呢 水生木啊 這個呢 就是這個 啊 武廷的這個香酸啊 是吧 那麼為什麼啊 這個殿廂三大殿的台籍都是白色的呢 白色的我們說了 用金 才不是土 土生金啊 這都是香香香啊 那麼我們又回到東華門的門町 東華門位於紫禁城的東邊 在五行中的屬於木 我們前面提到了木刻土 木刻土說明什麼呢 東華門前啊 東華門它的門町 如果是九行九裂的話呢 因為木刻土 它有可能威脅呢 中軸仙區域的土 那麼怎麼樣啊 木刻土呢 就是把楊木改為一木 八是最大的音數 所以東華門的門町呢 是九行八裂 一音數啊 說了這個含義 基本講的呢 比較比較雜 但是呢 都屬於呢這個 我說文化的內容啊 東漢西漢 那麼前面講的 我想呢就是有什麼呢 是吧 全職這個講的 比較 比較 我們說呢 集中是吧 又講了 中西方建立的區別 又講了陰陽文化 還講了太和殿 悲慘的歷史 是吧 這個 不好意思啊 這個也是 這個 穿來穿去的 這是東武啊 就是木刻土 剛才講到了門町 那麼還有建築秘名 我們就 是吧 我們就互動一下好不好 同學們啊 幫大家看 對故宮的這個文化 這個 我也想跟大家說一下 故宮呢 其實呢 他文化 這個科學啊 包括內容特別多 當時呢 我請侯老師呢 我給了他是六個題目 哈哈 因為在外面講學的話呢 這個講的內容特別多啊 所以呢 我剛才給大家講的 其實都集中了 我平時一些講座 想到哪兒 我跟他講哪兒 但是呢 他們都是這個故宮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啊 那麼秘名 通常體現在哪兒呢 體現在扁額上 是吧 來告訴這個建築的功能啊 那麼故宮建築的秘名呢 啊 由內聖外亡的這個文化 什麼叫內聖外亡 就是內聖 就是這次的修養很高 外亡就是說 在這個很高的修養體上呢 基礎上呢 對外執行文化 我們來看這些建築命名啊 比如說養心殿 它屬於內聖 修心養性啊 表示皇帝有很好的修養 為這個我們說屬於內聖 是吧 孟子的盡心張具下 養心莫善於寡欲 是吧 三西堂養心殿裡面一個小 這個皇帝的很小的書房 聖息天 閒息正 聖息閒 是吧 茂琴殿 茂就是勤奋的意思 在前興共的西邊有這麼個殿 這都是內聖 外亡 對外執行王道 比如說太和殿 它源於周易 寶和大和乃立真 大和 那麼據說這個 相當於這個萬事萬物呢 這個要和諧 才能夠呢 風巧與盛 國產民安 這就是對外執行王道 和大和乃立真 這就是外亡 這麼個殿呢 它源於李吉中英 中英業者天下之本 和業者天下之道爺 也是一種治國理念 也是成為外亡 前興共呢 他也是啊 因為周易潛里面提到 大載前緣萬物之始 來統天 與天與其相關 昆寧宮其實也是 周易潤提到了 志在昆緣萬物之始 來順成天 順成天 這都是治國理念 那麼這些建築秘名 前朝三大殿 內堤後三宮 包括交代殿 是吧 這個天地交代呢 能夠俯向天地之一 以左之名 那麼呢 他都是呢 我們說呢 外亡 這些難外亡的前提 就是內盛 木琴殿 養青殿 是吧 三溪堂 這個還有呢 這個變勤斋 晋盛斋 等等 這些建築的命名 都是 它有天人合一的思想 那麼呢 比如說這個紫星城 我們前面提到了 是吧 周老師講的這個內容 今天晚上 可能有點 一光往東跑 一光往西 但是最後都說回 說到文化來了 是吧 紫星城它源於紫微星 這是天人合一 是吧 天上有紫微星 所以地上有紫星城 那麼日冰門和月華門 他就源於古人 對這個太陽月亮的這個 這個理解 是不是啊 還有呢 東西六宮呢 其實我們前面提到了 於這個十二地之分 這個相連 在宮宮的北部區域呢 有前東無所 前西無所 象徵了天干 還有呢 陰陽協調 我們前面多次提到了 是吧 左為陰 右為陰 東為陰 西為陰 春為陰 秋為陰 萬為陰 千為陰 國國建論令 都是這樣子的 比如說有 有這個千秋亭 就有萬川亭 有東華門 就有西華門 有文化店 就有五陰店 這就是陰陽合一的一種 秘密理念 這個協調 那些呢都是 內左門就有內右門 這個陰陽的 有萬川亭的就有千秋亭 是吧 這些呢就是陰陽協調的秘密 有陳前 就有義昆 那麼也是一種呢 陰陽協調 是吧 還有按覆水的 這個我們前面提到了 對吧 這個 還有按陳九的呢 就是比如說這個 這個我們說呢 九龍壁呀 是吧 九清房啊等等 還有按照呢 三綱五常的 什麼叫三綱呢 俊為陳綱 富為七綱 富為子綱 武藏呢 李毅仁興志 東建的 古代地方為了管理國家 制定的一些這個 我們說的一些倫理思想 那麼呢 公共建築的命名裡面呢 這也是文化 也包含了 比如說 林齒門 就是多生孩子 大概這個意思啊 是吧 公司門 也是為東西六宮的 兩個門 慈民宮 孝道 是吧 啊 盡聖詹 勤奮 一種一種品德 是吧 崇敬殿 崇高的禮節 是吧 那麼還有呢 根據建築本身的功能命名 比如說建廷 啊 所以呢 故宮建築的命名的話呢 啊 這個呢 也是啊 那麼 這個 好了 同學們 我簡單的這個把今天晚上的 匯報呢 歸纳一下啊 嗯 這個我也不好意思啊 這個 幹活了這個兩小時 講的呢 也是 什麼 想到哪兒講哪兒 是吧 但是我想呢 故宮呢 它確實是一座 多大今生的寶庫 啊 那麼文化呢 我前面也給大家介紹了 確實呢 是一種社會的認知 啊 故宮包含的古建築 方方面的文化 啊 我們說呢 我們 無論從學術上啊 還是從學習上的話呢 還是從這個我們說呢 愛國主義的這個 啊 啊 我們說呢 情感上講的話呢 都有利於我們呢 是吧 啊 知道我們的 啊 這個 古代的 啊 豐富 這種歷史啊 通過對對故宮的 它的方方面面的 一個了解呢 啊 不僅有利於我們呢 了解古代 更有利於我們對於這個 啊 中國古代優秀傳統文化 它的一種呢 比較呢 全面的認知啊 啊 也有利於我們呢 弘揚和常常的 啊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 啊 那麼今天晚上呢 我就 匯報到這裡 謝謝大家 好 特別感謝周老師的精彩報告 因為 在計劃 請周老師的時候 這也是 我也做了很多工作 就是 楊小老師說 因為周老師 他就是 在整個的這個 這個 文科行業 這個 建築文化研究 都是非常 非常非常的 我就做到很實在 然後在 很多 為大家很認可 而且周老師 他自己專門 有一個故宮的 就是類似於故宮學 有一個 呃 理性班 辦了好多年 在國內的這個 整個建築文化 研究一次 真的是 做的特別好 所以呢 就想到 周老師會講的 更精彩 但是就是 沒想到 呃 這麼這麼的 比我想的還要精彩 就想到 你看大家 本來一開始的時候 請周老師 報告給了我 十六個選題 然後今天呢 儘管說 講了五個選題 但是我覺得 周老師真正 有三個選 後面呢 就是講整個 命名文化 還有這個門的 這個文化的時候 因為考慮到時間 我就沒有展開 所以你會有機會 就是在 在一個禮拜 在周老師 再抽時間 爭取 幫我們把這十六個專題 我們細細的講 然後每次呢 我們講兩個就可以了 按周老師現在的研究深度 所以呢 按照咱們以前的這個 這樣的一個上課的流程 老師就先 談談我的體會 然後我們再提三個同學 提個問題 然後像老師談那個 感想體會的時候 大家也思考一下問題 然後儘管這個 提會很多 然後我就從 三個方面來 談一談這個 體會和 恩 收穫 我覺得其實大家 從周老師給我們 反對的整個的 故宮 建築文化的這種 有趣的 這個豐富的 深厚的 建築文化的 背後 能看到這個 周老師我覺得 對這個科研工作 還有這種 挖掘和探知 未知領域的那種 渴望 回來 周老師到他來講 就是這樣到 到他的臉上 他沒有講太講 我覺得可能是沒有時間 就整個的 周老師 講到了我們 公公的 整個的這個 建築裡面的 抗證性能 在國際上說是第一的 然後當時有一個 外國的記者 然後不信 然後當時我記得是 央視還是什麼 現場做實驗 然後去打 所以我覺得包括了 當時剛才講了 韓國 說這個 這個孫茂結構 是他們韓國的 然後呢 這個周老師 很理性的 去帶到我們 各的這個 國的一種 建築文化的 這種學者去回應 因為應該在 我們國家的 一個遺址 早早已經有了 和普通遺址 好像是 在遺址當中 所以其實做了 很多的工作 這些工作其實是 它本質之外的工作 所以為什麼包括我今天來講課 所以我覺得可能 正是這種 對科研的熱愛 對位置領域探索的這種願望 才有了這麼深厚的提面 有了這樣一個這個 融風科和理科 其實是唯一幾個這樣自己的一個 建築文化的體系結構 所以希望這個同學們 就是對所有的課程 所有的領域 環有一顆這種 強烈的求知力 是吧 我們要請這些大家過來講 除了學習 更多的是要感受到 這些大家身上 這種人格魅力 和這種就是 對這種 對這種美好未來 和對自我的 這種完成追求 這是第一個 然後第二個我覺得 其實 就是從那個 周老師的報告當中 我們反正說 他對這種 故宮的文化特徵 包括整個的 古建的文化的 這種就是 整個的 那種旁邊博弈 然後我也可以到來 隨便講一個 裡面都有很多故事 就這些我覺得 沒有一個 封售的那種 讀書的這種 積累 就是積累累 我覺得是做不到的 就是任何一張照片 然後周老師都能講到 他的出處 然後他的這個 甚至包含很多八卦 有很多 所以有很吸引人 反正這種八卦 不是從那個 就是空氣來中的 是吧 他是有很多的 那種 史料 史實 我覺得這個 確實是很難的 所以大家從這個背後 要覺得 我們要做一個 很有趣的人 就是很有趣的人 就是說 又懂得很多 雅族故事 是吧 又懂得很深奧的 這種文學的 然後古代研究的 這種激戀 然後又懂得這種事情 這個普通的 老百姓所關注的點 真的是這樣的話 我覺得才能 出去跟別人打交道 什麼 就是有的談資 是吧 所以我覺得第二的 大家怎麼樣 從這後面去琢磨 怎麼樣自己也變得 很有文化 很有趣 然後第三個 我覺得就是 通過這個 多老師這個講課 我覺得 給我們高的老師 這也是 就這個 受一個一個 就更高的榜樣和楷目 因為我覺得就是 要講課 真的是 只有自己做過研究的 你才能講的 就是 收指 叫做什麼 張持有度 然後呢 收放自如 如果其實不僅僅是我 我把教科書上的內容 傳遞給大家 我更多的要再加工 再思考 再理念 所以我覺得可能 後面我也得去學習 所以我覺得 這三個體會 我覺得確實是 就是 看到這個 第一是差距 但我覺得 就是 就是我們想多少個學習啊 我覺得經過 今天晚上這個報告 就相信 就是我下一次 不知道他們有沒有 這樣一個感想 如果我下一次去故宮 我覺得一定 比以前 要懂得更多 不僅僅是跟他走一圈 是吧 然後走一圈 按照這個 線路走一圈 而且我們從 透過那種 建築 看到他的故事 就是能夠想到他以前的 我覺得這可能 就是我們 最大的體會 好 就有些老師 就從 先給大家 三個問題 大家看一下 就是 一下問題 這個我說一下 就是同學們 問怎麼都行 這個 只要 您感興趣 是吧 可以問這個 故宮的建築的 可以三方面的 可能 我就是想 我就是想 就是剛才 那能講 一個水晶 困頭 就是我之前 他也聽到過一種說吧 就是說 嗯 這種歷史建築的一種 保護可能更多的 也要去考慮 它的一個現代的利用 就是說一個建築 因為我們 無論怎麼保護它 都有一個不可避免的 就是一個損傷的過程 如果你是單純的去保護它的話 它就一定會有一個就是 可能會出現三開 等這些 最後完結的 這個狀況 所以說 您剛剛 對這種關鍵是很 不贊助現 現實具體的建議 想法 好的 謝謝兩位同學 這個問題問得很好 呃 其實呢 故宮國務院 這個 他對文物的保護啊 這是和您剛才問到的 完全一樣 為什麼呢 因為對文物的這個建築 他的這個 最好的保護 我舉個兩個例子啊 第一個 是故宮的 古建築的開放 比如說 我們現在可以參觀這個 開放區 前朝三八殿 列天后三宮 我們都 是吧 可以站在外面看 當然因為人太多了 不會對你們的文物進行破壞 但是有管理員在裡面 對不對啊 這就回答了 這個 他的這個出事功能呢 其實在用 沒有開放的 因為他補充個條件 比如說 他有殘損 他的文物沒有清點 這是第一個例子 第二個例子 就是故宮的玉花園 為什麼呢 因為我印象特別深 玉花園它是十字路面 上面呢 有九百幅這個 古大的歷史圖案 而且呢 很多的都是明朝的 按道理的話呢 我們要一種 比較僵硬的方式呢 就是在上面做玻璃照 但是我們有專家站出來了 他說不能放玻璃照 為什麼呢 這個路本來就讓人踩 對不對啊 所以呢 就說我們說在這個 尤其是在春天的時候 讓人踩踩 這個泥巴鬆了 還可以把石子踩緊了 對不對 而且呢 而且呢 有人這個這個採動的時候的話呢 這個這個 他才正好在服用這個 符合這個建築的 他的本來的使用的特點 這就是對文物的準確利用 林高宣他不是 他是一個沒有完工的建築 我們可以認為呢 是吧 他本來說作為水晶宮 你幹什麼呢 用於呢 後飛 帝王 來呢 在休閒時候呢 來賞魚 他現在是水池 而且當時設計的時候 要挖這個水通向五門 這個後飛們要坐著船出工 而且呢 他一程呢 是出通道 二程呢 他有懸賞樓梯 從德國進來進口的 樓梯 可以看什麼呢 可以登上 他有四座 這個一共有五座閣樓 四個角一座 中間一座是吧 幹嘛登上二樓 二樓的欣賞北海景山的景色 因為他沒有完工 如果說我們跟他增加任何的材料 其實就是掩蓋了他在1912年停工的那段歷史 你認為有道理嗎 因為 所以呢 他是狼馬士 好吧 希望能理解啊 那麼還有兩個同學 要問問問問問問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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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事沒事 你就問 不過你在想看 你講不講以後 就說 黃氏建造的一些工電 工廠是越來越小 就馬上那個工廠也說 是因為那些 您在久的那些木材都會開發光了 然後呢 所以近現代工廠沒有 沒有工廠的電源 您對這些方面 就有研究嗎 好的 謝謝您的問題啊 我對這些方面沒有研究 哈哈哈哈 嗯 這個沒有證據證據呢 因為這個 這個我們說呢 呃 我的員工呢 主要是這個民進工廠 好吧 但是呢我覺得呢 你的說法也沒有 是說 也不一定是說正確的啊 嗯 但是我想你幫我 這個 確實證據呢 這個 是吧 他的失誤失措的時候呢 我想還能 對這個回答你 好不好 這個提問啊 哈哈 還有哪個同學願意這個 啊 好那這個同學啊 您好 就是 我小姐也是關於 那個保護和修復的問題 就是這一天聽了 完全發表的部門的講座 像今天說的部門的 建築 然後還有風水 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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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它的利用途的这种 这种专业的利用途和方式 好的 这个同学 谢谢你的提问 这个一看就是很用心 对工程库建筑很关注 对它的保护研究 也很有兴趣 我想说我们说 工程库的很多文化特征 是吧 它们都是相公的 包括里面还包含的和谐文化 并不说这个等级 它所有的文化都融在一座建筑上 是吧 那么国工文物的保护和修上了 一个基本原则梁思臣子 现在提出来比较早 我们叫修旧如旧 那么这种旧包括两个方面 第一个就是材料 尽量是同种木材 同种材料 就是能修 就是尽量的原种材料 那么我们说的 旧的第二种内容 这个旧是团种工艺 都尽量的用传统工艺的同种材料 而且我们说以修为主 并不是说以材料的替换 来保持它的这种 代表它在已见 那个时代的历史文化特色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故宫大修 它是在我们说 2003年开始启动 在20 我们说我们上任 在2012年上任之后 给叫停了 我要举个例子 这个是对的 为什么呢 因为呢 我在前面跟同学们讲过 这回是讲的不是文化 就是讲的是这个建筑的科学保护 古建筑呢 其实和人一样 它具有生物性 包括我 因为我也做古建筑的抗争平均 做科学分析 那么这几年呢 我觉得最大一个体会是什么呢 对古建筑的最大程度的保护 是对它的最小扰动 不知道同学们来能听明白 比如说 一栋建筑 以我亲自参与的泰克店为例 它历经300年 即使它有一顿梁 变形很大 我亲自参与了这个建筑 后来的评估它是安全的 但是同学们想想 它的各个构建呢 各个例啊 是吧 都已经内部吸引主协调 它的强度呢 经过数百年要率直 但是呢 这种意见 它不是直线一下降 它能降到一种程度后呢 稳了 达到了一种呢 我们说 力的平衡 构建之间连接的协调 如果说我们采取大修 什么叫大修往 接往 落架 那么呢 它实际上 对于文物的整体的 我们说 从安全性上来讲的话呢 是不利于它的安全的 对于一个老人 因为我在别的地方讲学 我现在给大家讲一个例子 比如说 一位年轻的 骨科的 医学骨科的博士 学生成绩非常好 但是呢 没有人是见过 然后呢 博士业后 进了一家医院 一天呢 来了一位老爷爷 老爷爷呢 年纪很大 一百五岁了 是吧 能吃饭 能睡觉 是吧 走路呢 走得很快 但是呢 背一个驮 驮着 他要来这个医生院来体检 这位医生因为没有经验 他就说 哎呀 老爷爷 你按照我们医学规范 你的生理师发育不正常了 要跟你加折 不是说可不可以啊 不可以吧 一加折 这老爷爷就没了 对不对啊 我们说要老爷爷年纪一寿 但是我们采取这个措施的话呢 我们就把老爷爷害了 东古街大修也就这样的 他建成了 战胜 他是安全的 因为呢 我不是刚硕士毕业吗 我会算 对吧 算了算 一个两个变形很大 高度了目的 和自己规范的需求 但是呢 他没有开力 没有招想 没有工作 可以证明 这个两个安全的 他超出了会放要素 所以呢 故宫大修就这个问题 就是说 咱们所谓的 对他拆梁拆架 重新组装 其实就是 从力学上讲 就是调整了他的内图坟墓 知道吧 然后呢 破坏了他的 查照的线条 所以呢 对古建筑的 这个修缮与保护呢 跟对老人一样 多体检 我们叫呢 多保养 多碎修 其实呢 从明代到现在 一直走这种方式 所以呢 我们上任了 上任之后呢 他觉得是 一步修缮 能不斗 得不斗 这是唯控古建筑 延年一寿的 动静的过程 所以呢 这个同学问的特别 第一个是吧 修旧无旧 原材料 原工艺 是吧 尽量呢 不扰动 第二个呢 我们说呢 要修 尽量呢 不老假 好吧 好 谢谢啊 王教老师 这个网上 有好几个问题 就挑一个吧 因为网上 一直在那一个 请问 故宫古建筑文化 及其最大 或独有的特征是啥 咱就回答这一个吧 因为这个好几个 我就挑这一个 故宫古建筑的 它的文化的特征呢 可以简单的归纳呢 它是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精彩 为什么呢 因为呢 好像很多人问我 我来说 我看哪合适啊 不是说 你要看长大殿 也不是说看后三公 只要你任务的 它都是 所以呢 公共的文化呢 是要靠我们 不断地去感悟 去学习 是吧 所以呢 它是呢 代表着中国 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彩 不能单说是哪个文化 最好 哪个文化 是吧 不好 好吧 只能这么好的 我替网上的 这个谢谢您 好 谢谢 好 这个大家的掌声 就代表了一切 先出两片 我们跟郑老师的精彩 和一样 待下次郑老师 再来 两下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